第321章四大禁数 天地间苏子墨踏入地境 寿元也随之暴涨 普通洞天王者 寿元百万年 普通帝君强者的寿元 一千万年左右 而苏子墨凝聚出五大洞天 寿元就长达五百万年 五大洞天融合 蜕变衍生出混沌世界之后 他的阳寿更是暴涨十倍 达到惊人的五千万年 拥有如此漫长的寿元 也使得斗战古今的状态继续延长 即便斗战古今对寿元的消耗 达到惊人的一席万年 苏子墨也可以长时间保持巅峰状态 而踏入地境 再释放出斗战古今 也让苏子墨的元神 彻底突破境界壁垒 达到大地级别的层次 大战之中 丰都再度释放出元神秘法 甚至针对苏子墨降下元神诅咒 都被苏子墨借助大地级元神一一化解 上升到这个层次 丰都对苏子墨的威胁已经不大 丰都的地府世界 对混沌世界的冲击有限 真正的压力 还是来自于地狱之主的恐怖力量 静节压制 苏子墨的混沌世界 在地狱世界和地府世界的围攻下 已经有些支撑不住 遥遥欲坠 即便他踏入地境 战力暴涨 衍生出混沌世界 依然无法与真正的大地对抗 地境与大地之间的力量差距 实在太大 即便是在当年 强势如武道本尊 在没有释放元武世界的情况下 也被昊天之主和丰都的联手 打得断臂重伤 继续拼杀下去 恐怕没等他的寿源耗尽 混沌世界就已经崩溃掉 地狱之主见大局已定 攻势越发猛烈 唯唯冷笑道 荒芜 就算你踏入地境 也不可能触及到我的高度 今日 你必死无疑 那也未必 苏子墨闻言 神色无惧 目光如惧 突然将手中的太乙浮沉 三宝玉如意 九天袭壤 青莲剑抛在空中 以神式操控 守护在周围 如此一来 他的八条手臂 全部空了出来 不知为何 丰都突然感觉到一阵心悸 不禁微微皱眉 低喝一声 小心 话音刚落 只见苏子墨的四手眉心处 同时闪烁着光滑 催动元神 四肢手掌在半空中不断变换 手指灵动 像是在拨弄琴弦 在那指缝之间 雾气涌动 仿佛衍生出一条条 入隐若现的大道 散发着恐怖气息 禁术 地狱之主唯唯一争 玄机又是一声冷笑 术道极致 激进于道 所谓禁术 不过是术法极致 只是无限接近于道 但还未触碰到真正的道 而我的地狱之中 已经凝聚出完整道印 唯有大道显化 方有道印显形 大道无形 看不到 摸不着 唯有对某种道法领悟到极致 才能将这条大道 以道印的形式演化出来 与自己修炼的一方世界融合 正常来说 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力量鸿沟 所以 在地狱之主看来 无论苏子墨领悟出何种禁术 终究也只是一道术法 他的道印 足以将其击溃 嗯 但地狱之主话音当落 却突然神色为变 盯着苏子墨的四只手掌 铭声道 这是四种禁术 从古至今 上天入的 在地禁中 能领悟出两道禁术的强者 都是凤毛麟角 即便是在大千世界 能领悟超过两道禁术的强者 也是寥寥无几 地狱之主怎么都没想到 苏子墨竟领悟出四种不同的禁术 更加可怕的是 他还能将四种禁术同时释放出来 要知道 禁术对元神的消耗极大 帝君强者领悟太多禁术也没用 即便是巅峰状态下 最多也不过释放两道 元神之力就以消耗殆尽 而苏子墨的元神已经达到大地级别 借助四手八臂的神通 才可以做到四种禁术同时显化的场面 地狱之主收起轻视之心 脸上的冷笑也早已消失不见 一道禁术 两道禁术 确实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威胁 但四道禁术同时爆发 配合这个荒芜的清廉血脉 斗战秘法 衍生出来的混沌世界 确实有可能爆发出逆天之力 扭转战局 地狱之主可不想在这个时候 败给一个刚刚踏入地境的普通帝君 地狱之主催动气血 浑身弥漫着阴森明气 身后凝聚出血脉异象 身上的白骨战甲都燃烧起来 火焰越盛 周围的温度越低 身后的地狱世界中 倒映越发清晰凝实 地狱界的气息 也在不断攀升 地狱之主已经做好准备 迎战接下来苏子墨的攻势 而此刻 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局势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从他和丰都联手的围攻 变成他和丰都被动防御 这场大战的气势 也在这一刻 悄然向苏子墨倾斜 先道之境 苏子墨单手落下 最先凝聚出第一道禁术 佛道之境 紧随其后 第二道禁术降临 魔道之境 阴阳之境 第三道 第四道禁术 几乎是同时释放出来 两千年来 苏子墨的境界达到准地 如今甚至已经踏入地境 但这些年来 他最大的收获 并不在于此 而在于对诸多道法的感悟 五大洞天虽然融合 演变成混沌世界 但在此之前 苏子墨便通过五大洞天 领悟出五种不同的禁术 只不过 受限于境界 这些禁术最多只是准经的程度 而此刻 他踏入地境 元神之力暴涨 也终于可以将这些禁术释放出来 禁术对元神消耗之大 以他大地级别的元神 最多也只能一次释放出四种禁术 可即便如此 四大禁术几乎同时降临 也造成极为可怕的景象 四大禁术之力 使得风云变色 星空颤抖 就连丰都的地府世界都有些承受不住 似乎随时都会崩溃 苏子墨撑起混沌世界 戏血生疼 九天袭壤 三宝玉如意 太乙浮沉 心平溅在身边环绕 脚踏岁月长河 手捏四大禁术 朝着前方的地狱之主和丰都冲杀过去 气势滔天 在这一刻 即便是地狱之主和丰都的联手 在气场上 都被苏子墨一人压制下去 第3222章岁月之境 轰 轰 轰 三人大战 爆发出一连串惊天动地的碰撞 地狱之主和丰都不断后退 完全落入下风 万族强者看到这一幕 都是精神大战 荒芜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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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字 又重新在三千界中响起 万族强者都曾亲眼见到 五道本尊的陨落 本以为曾经的荒芜大帝 已经生死盗销 魂飞魄散 而如今 看到荒芜的清廉真身 在地境中 竟然能与大帝抗衡争锋 甚至将地狱之主和丰都彻底压制住 这也意味着 如今苏子墨的战力 足以抵肩大帝 我就知道 双帝纪元没那么容易逝去 不错 血蝶大帝虽然陨落 但这一世 我们依旧有荒芜大帝坐镇 守护中千世界 地护万族生灵 天荒界 剑界 血缘界等众多强者生灵 士气大震 而地狱大军 血界 木界这边的修士 则有些阵脚混乱 流露拜乡 开始后退 都别慌 给我守住 风都的声音 突然降临下来 这一战 胜负还未可知 实际上 地狱之主和风都 被苏子墨的攻势压制住 但地狱之主的一方世界中 毕竟凝聚着无可撼动的倒印 苏子墨只是出入地境 再加上四大禁术 一时间也无法将地狱世界摧毁 正如地狱之主所言 地境与大地之间的力量 是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 犹如天线 风都也正是看到这一点 才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样大战下去 苏子墨根本消耗不起 地狱世界中 连接鸣河 拥有着无穷无尽的宝藏 哪怕再大的消耗 地狱之主也能支撑得住 但苏子墨不同 他能爆发出如此可怕的战力 除了强大气血 四大禁术之外 斗战古今的秘法 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斗战古今的秘法 一席万年 就算苏子墨拥有着五千万寿元 所能支撑大战的时间也有限 双方这样僵持下去 苏子墨必败 荒芜 地狱之主逐渐从苏子墨的攻势中 得到一丝喘息之机 脸上的笑容 又重新浮现 缓缓道 我说过 禁术再强 也只是接近大道 无法撼动我的道印 苏子墨一语不发 面沉如水 依旧保持着强大攻势 呵呵 地狱之主冷笑一声 荒芜 这便是你的手段吗 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次种禁术 也不过如此 是吗 苏子墨突然反问一句 原本空着的四只手掌 再度不断捏动法觉 在半空中不断变换 凝聚出神秘玄妙的法印 这些年来 他所领悟的 当然不只是四种禁术 光是五大洞天 便蜕变衍生出五种禁术 只不过 苏子墨心存顾忌 始终有所保留 但眼下 若是不能尽快镇压地狱之主和封都 局势确实会对他极为不利 转念至此 苏子墨不再迟疑 准备以雷霆手段 先将地狱之主和封都镇压下去再说 一道道掌剑从天而降 坠落在地狱之主和封都的周围 以剑为碑 形成一座座剑种 这正是以大罗剑种为根基演变而成的禁术 里面除了蕴含大罗剑种之外 还融合白虎贤狮 三大剑爵等种种极致杀法的秘法神通 万法融合 才让苏子墨感知到杀戮之道 领悟出这道杀戮之境 第五道禁术降临 地狱之主和封都都是脸色大变 不仅仅是因为第五道禁术的出现 更因为 这第五道禁术中 杀伐之力太强 原本 有地狱之主挡在身前 封都几乎是毫法无损 但此刻 就连地狱之主都无法保护封都周全 杀戮无处不在 无孔不入 杀戮之境降临 杀伐之力 已经将地狱之主和封都 全部围困在其中 封锁住两人所有的出路 五大禁术同时出现 使得苏子墨的攻势 再度提升一个层次 地狱之主压力暴涨 根本顾不上封都 在杀戮之境的包围之下 封都原本就残破不堪的肉身 已经变得千疮百孔 随时都可能崩溃 地狱之主看了一眼封都 这一眼中流露出颇为复杂的含义 地狱之主没有明说 但他是在告诉封都 他已自顾不暇 无法再保护你 而你就算被镇压 也不会陨落 将来还会卷土重来 地狱之主将全部的精力新神 全部用来对抗苏子墨的攻势上 任由封都自生自灭 只要他继续支撑下去 拖到荒芜寿源耗尽 这一战他便是最终的胜者 这个念头才刚刚落下 只见苏子墨第六个手掌下 另一条大道隐隐浮现 这一掌朝着地狱之主和封都 轻飘飘地拍落下去 看似软绵无力毫无威胁 但地狱之主和封都 却感受到一阵毛骨悚然 都是脸色大变 南科掌地狱之主和封都 同时惊呼出声 怎么可能这是协地的道法秘术 不对 这不是南科掌 只是这道掌法中 蕴藏着梦境之力 这正是苏子墨领悟出来的第六道禁术 梦境之境 这道禁术 完全是因为两千年前 那场惊天动地的伐天之战 苏子墨不但亲眼目睹 而且亲身经历过那场大战 他甚至在那一战中 就阴差阳错的释放过类似的道法 趁势将玄天少主斩杀 第六道禁术降临 而且是源自于协地的梦境之境 虽然这道梦境之境 远不如协地的南科掌强大 但依旧对地狱之主和封都造成不小的影响 两人突然感到一阵恍惚 时间极为短暂 很快两人就清醒过来 但就是这恍惚之间 第七道禁数降临 什么地狱之主心神大震 没等他反应过来 只听苏子墨轻轻叹息一声 他甚至都没有去看地狱之主和封都 在这一刻 苏子墨似乎走了神 回想起什么事 眼眸中略过一抹令人心痛的悲伤 无计回避 他的眼眸中 似乎倒映出一道倩影 而这道倩影 却躺在他的怀中 受源耗尽 逐渐凋零 苏子墨无力挽留 在这一刻 地狱之主和封都的心境 都受到影响 一股无法遏制的悲痛 由然而生 他们仿佛感同身受 感受着那一刻的悲伤 痛苦无奈 第七道禁数 凋零 岁月之境 第3223章 封都之死 凋零 以刹那芳华 沉中怒骨 斗战古经等道法为基础 去感悟时间 感悟岁月 可是多年以来 苏子墨始终无法真正触及到时间大道 直到 当他回想起在下界时 他陪伴着尤雪的那千年岁月 回想起尤雪躺在他的怀中 容颜未老 受源耗尽 逐渐凋零的一幕 那一刻的痛苦 难以言表 岁月最是无情 最是残酷 纵然他有通天彻地的本事 也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摇雪离他而去 岁月无处不在 大多生灵修行 所求也无非就是一个长生 延绵受援 抵抗岁月流逝 众多强者 忠其一生 都在与岁月对抗 这便是岁月的力量 无人能够避免 除非非生大千世界 那里才有机会 堪破永生之秘 但在中千世界 即便是地狱之主和丰都 也无法抵抗岁月的力量 岁月之境 就此诞生 准确来说 这道禁术 苏子墨因咬雪才得以三物 当这第七道禁术降临的时候 地狱之主已是面无血色 而丰都的眼眸中 更是涌现出难以置信之色 他那残破不堪的身躯 在七大禁术的冲击之下 已经粉身碎骨 他虽有大地级别的元神 也挡不住七大禁术的沙伐 更有岁月之境恐怖冲击 刹那间 丰都的元神 也随着苏子墨的一声叹息 迅速凋零 生机枯竭 地狱之主自顾不暇 哪还顾得上丰都 伴随着一声凄厉不甘的惨叫 丰都的元神天地间消散 可怜堂堂地府之主 两千年后刚刚出世 准备再立天庭 成就矿骨硕金的天地之主 便被苏子墨再次镇压 前后两次 都折在一人的手中 丰都心中的怨恨不甘 可想而知 七大禁术之力 如同狂风暴雨 迸发出极为恐怖的力量 地狱之主 白骨战甲上的火焰 都已经熄灭 密密麻麻的骨片开始震动 似乎随时都会脱落 地狱之主身后的血脉异象 都已经开始溃散 只能依仗着道印 勉强支撑摇摇欲坠的地狱世界 这便是地境与大地之间的差距 这便是树与道的距离 即便是七大禁术 依然无法将地狱之主击溃镇压 也只是将他的道印撼动而已 哈哈哈哈 地狱之主的气势 已经彻底被苏子墨压制住 劈头散发 神色狼狈 但还是发出一阵癫狂笑声 荒芜 你终究无法跨越这道力量天线 苏子墨并未说话 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地狱之主 目光冰冷 他的第八指手掌 在半空中掠过 掀起一团风暴 以这 地狱之主瞳孔骤然收缩 他本以为 第七道禁术 已经是苏子墨的极限 没想到 在他挑衅之后 苏子墨的第八道禁术 已经降临 整整八道禁术 怎么可能 这个人的元神 竟然能支撑他维持八道禁术的力量 地狱之主自然不清楚 苏子墨的元神中 不但融合龙皇元神 修炼波热涅槃经 还融合主兆 幽影神力 也正因为如此 才能达到大地级别 若是换作旁人 就算领悟出八道禁术 刚刚释放出来 元神也早就崩溃了 你没见过他 就在此时大战之中 苏子墨突然开口 淡淡道 今日正好让你看看他的手段 那道风暴 极为细微 但在风暴之中 却渐渐显化出一只血色蝴蝶 伴随着这只血色蝴蝶 轻轻煽动雨翼 那道风暴越来越大 迅速席卷星空 形成一团将要撕裂天地 摧毁一切的血色风暴 第八道禁术 风暴之境 而这道禁术的诞生 完全是因为蝶月的传道 看到这一幕 万族众生的强者 心情复杂 神色感慨 一些来自大荒界的妖族强者 眼眶通红 留下一行形眼泪 这是大荒界的血蝶大地 也是中千世界的血蝶大地 当这只血色蝴蝶 再度出现在天地间的时候 哪怕只是一道禁术 也让万族众生为之动容 双帝纪元从未逝去 众人的脑海中 不禁回想起两千年前 荒芜大地 血蝶大地联手 并肩伐天 抗争数位天庭之主的一幕 在这一刻 众人的心中 都闪过一道念头 若是血蝶大地还在 又岂能容地狱之主 在中千世界猖狂放肆 凋零 是因摇雪而感悟 而这道风暴禁术 便是苏子墨应迭远而悟 两千年的时间 说长不长 树乎而逝 即便是以苏子墨的天赋 也没能踏入地境 只是修炼到准地境界 可两千年 说短也不短 让他领悟出八道禁术 只有他亲身经历过伐天之战 与众位大地强者交过手 而且现在还活着 他见过诸位天庭之主的手段 也见过魔主协地的道法 他可以感知到 大地争锋交手中的每一处细节 这种经历 无法复制 旁人也难以体会 两千年 苏子墨几乎从未合过眼 他一直都在三无法天之战中 见识过的道法 他不敢停止感悟 停止修炼 一旦他停下来 稍微放空 便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 跌跌深陨的一幕 无尽的痛苦 便会如潮水般袭来 令他痛不欲生 在八道禁术的冲击之下 地狱之主的一方世界 都开始浮现出一道道裂痕 将要崩溃 他的道印 都已经支撑不住 光芒暗淡 地狱之主的白骨战甲都开始脱落 身躯上浮现出一道道血痕 苏子墨借助四手八臂 爆发出八大禁术 几乎将战力催动到极致 只是想要彻底镇压地狱之主 似乎还差了一点 就在此时 苏子墨的身形 突然变得若有若无 若隐若现 仿佛隐没在另一处虚空之中 第九道禁术 虚无 空间之境 这并非是什么杀伐禁术 没有什么攻击力 但九为吉 当九大禁术同时降临 加持在一人身上的时候 也终于冲破地境与大地之间的差距 打破树与道的壁垒 九境这天 九条大道隐隐显化出来 竟在天地之间 交织出一尊道印 朝着地狱之主镇压下去 啊 地狱之主怒吼一声 想要全力抵挡 但在九境道印的笼罩下 他的身躯已是千疮百孔 地狱世界彻底崩溃 道印也是遍布裂痕 根本抵挡不住 地狱之主陨落在即 第3224章 你输了 陡然 三千界的万族众生 似有所觉 纷纷仰头望去 就连天界中的战场 都出现一丝停滞 一股无法想象的威压 笼罩在三千界之上 这是 众多经历过 法天之战的王者帝君 都是浑身大震 眼中浮现出 难以置信之色 有人正到中迁 时隔两千余年 中迁世界又有人正到大帝 当年血蝶大帝正到中迁世界 便是这等景象 这一世 有荒芜大帝 这位新的大帝 必定可以将地狱之主打败 护佑中迁世界 先翻天庭 不少强者都是精神振奋 面露喜色 唯有天荒界 剑界 龙界等几大界面的强者 仍是紧锁眉头 神色凝重 目不转睛地望着苍天 在苍穹之上 浮现出一道乾坤八卦的印记 愈发清晰 是他 玲珑先帝看到这道印记 低贺一声 铁罐老者等人闻言 也是心中一尘 他们最担心的情况 还是发生了 初院宗主正道大帝 而且 就在苏子墨将要镇压地狱之主的一刻 初院宗主野心极大 执服这么多年 为的就是这一刻 铁罐老者 玲珑先帝等人清楚 初院宗主绝对会站在地狱之主那边 苏子墨镇压地狱之主和封都 已经竭尽全力 爆发出所有 就算能将地狱之主镇压 恐怕也不会剩下多少战力 如今 书院宗主正道大帝 而且 是中千世界的大帝 这对三千界的万族众生而言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在中千世界中 书院宗主的战力 将发挥到极致 甚至还要超过地狱之主一大截 即便是巅峰状态下的苏子墨 释放出九大禁术 对上正道中千的书院宗主 都未必能胜 更何况 现在苏子墨 镇压地狱之主已清净所有 九大禁术对元神的消耗之大 难以想象 就连苏子墨的大帝元神 都有些支撑不住 感到一阵阵眩晕 别说是书院宗主正道大帝 换成丰都卷土重来 以他的状态 都是凶多吉少 难道冥冥之中 真的自有病数 望着这一幕 玄老青男一生 当年 荒芜大帝为难之际 血跌大帝正道中千 而如今 地狱之主将死之时 他也正道了 难道 这真是中千世界的宿命 铁冠老者也有些茫然 中千世界的万族众生 为了冲破九天 踏碎天庭 在古之大帝的带领下 抗争促葛纪元 不知陨落多少强者 在两千年前 终于在荒芜大帝和血跌大帝的带领下 踏碎天庭 而没想到 只是过去两千年 黑暗再度降临 笼罩在中千世界之上 哈哈哈哈 天不觉我 地狱之主感知到这一幕 心中狂喜 眼眸中灾燃火焰 大笑一声 苏子墨自然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他仍是面无表情 只是在心中轻轻叹息一声 眼神暗淡了下 便又恢复如初 他当然不相信什么宿命 他也不认为这是巧合 苏子墨甚至猜测 或许书院宗主随时都能踏出这一步 只不过 他选择在这个时机而已 苏子墨本打算 以雷霆手段 将地狱之主和封都镇压之后 可以暂时解除中千世界的危机 只要再给他千年时间 甚至是数百年的时间 他都有机会借助三清预测 再度提升一个境界 踏入地境大城 只要是地境大城 哪怕书院宗主正道大帝 与地狱之主封都两人联手 他也有一战之力 只可惜 还是差了一步 出院宗主的乾坤道印降临下来 苏子墨的酒精道印在墙 也抵挡不住乾坤道印和地狱道印的双重力量 扑 地狱之主的身形叠飞出去 口吐鲜血 虽然遭到重创 地狱世界破碎 但却活了下来 九条大道交织而成的道印 与地狱道印对抗 已是强弩之末 最终还是抵挡不住 书院宗主凝聚出来的乾坤道印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酒精道印渐渐消散 苏子墨的身形 也微微晃动了下 脸色苍白 刚刚爆发出来的攻势 对他的消耗太大了 随着乾坤道印的降临 一道身影也缓缓浮现 从幽冥大镇之上 缓步走了下来 书院宗主身着长袍 背负双手 面带微笑 宽广的额头 似乎蕴藏着无穷智慧 神色从容 在他的脚下 仿佛生有衣极极台阶 书院宗主就这样跺步而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苏子墨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淡淡的嘲弄 在书院宗主的身后 还跟随着一片片密密麻麻的巫族大军 目光忧虑 杀气腾腾 苏子墨 你输了 书院宗主唯唯一笑 自从败给五道本尊的那一天开始 他就知道 自己只能忍耐直伏 默默等待时机 隐忍多年 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这句话 他也在心中憋了多年 他这一生 谋划无数 算无一策 也只是在苏子墨的手中 再过两次跟头 他可以输一次 输两次 但他绝不会输第三次 更何况 对他威胁最大的那个荒芜益促 已经身允 眼前这德苏子墨 天赋再强 即便身负造化清廉血脉 也都在他的计算之中 面对书院宗主的话 苏子墨默然不语 只是默默调习 尽可能地恢复原神体力 这一幕 自然瞒不过书院宗主 但他并不在意 他已正道大地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你可知道 你输在哪 书院宗主笑着问道 苏子墨仍是没说话 只是冷冷地看着书院宗主 即便苏子墨没有任何回应 书院宗主仍是兴致不解 自顾说道 如果我是你 我会选择植服修炼 一直修炼到地境圆满在出山 天庭再厉又如何 万族生灵被屠戮又怎样 这群蝼蚁的性命 与我何干 比牵挂太多 不够隐忍 不够绝情 怎么赢我 听到这里 地狱之主横了书院宗主一眼 暗暗点头 怪不得丰都对他评价极高 这种冷静到极致 冷写绝情的人 能抓到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在乱世之中 确实有可能活得更好 只是 苏子墨毕竟不是书院宗主 两人道不同 书院宗主环顾与内 看向铁罐老者等一众帝君强者 淡淡道 过去那些年 你们在这里闯下无尽微明 但我只要一个机会 就足以登天 凌驾于尔等之上 也不怕告诉你们 再厉天庭 就是我的主意 从今日起 没有什么书院宗主 我将是天庭之主 成为古往今来的唯一天地 第3225章最后一搏 天地间 便只剩下书院宗主一人的声音 回荡不绝 万族众生仰头望着天地间 那道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身影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茫然 一时间都不敢相信 这是中千世界的大地 而如今 却要奴役万族众生 将中千世界踩在脚下 铁罐老者 玲珑先帝等一众强者 都是漠然不语 心中生起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哪怕刚刚面对 封都和地狱之主的联手 众人都未曾畏惧退缩 没有半点犹疑 那时候 众人的心中 至少还有一丝希望 可如今 他们要面对的是 已经正道中千世界的大地 在这片天地间 书院宗主就是至高无上的最强者 没有人能打败他 即便是过往促隔纪元里 想要镇压杀死中千世界的大地 也最少两位大地强者 无间纪元 无间大地甚至凭借一己之力 镇压困住两尊大地 可上次罚天之战后 九位天庭之主都已经回归大千世界 魔主 邪地 梵天鬼母也已经飞升大千 荒芜 血迭大地双双陨落 哪里还有两尊大地强者 去压制书院宗主 书院宗主如此自信 指点江山 侃侃而谈 就是因为在这片天地间 他真的无敌了 正如他所言 他将成为前所未有 促隔纪元以来的唯一天地 天地这名号不错 苏子墨突然笑了笑 道 但若是自封天地 未免太不要脸 出院宗主文言 也并不恼 苏子墨 出院宗主微微笑道 虽然在你手中折了两回 但其实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当年若非地坟突然出现 你早就被我恋化了 根本活不到现在 书院宗主不想急着杀死苏子墨 这一刻他等了太久 若是直接将苏子墨杀死 未免太过无趣 他很享受这样的过程 出院宗主道 就算你侥幸逃过一劫 活到现在 还是一样的结局 与我未敌 便注定了失败 天界上空 风残天看向铁罐老者 玲珑先帝 眼眸中闪过一丝希望 神是传音道 或许 子墨还有什么后手 铁罐老者微微摇头 玲珑先帝也是神色一暗 看了一眼苏子墨 心中叹息 别说苏子墨现在的状态 已经极度虚弱 就算苏子墨能是巅峰状态 或是再进一步 修炼道地境大成 背上书院宗主 恐怕都没什么机会 中千世界有着力量上限 而书院宗主正到中千世界 他的战力 就是中千世界的上限 除非两千年前的荒芜 可以死而复生 再度打破这种限制 才有机会镇压书院宗主 理心智 修为都比不过我 但天赋着实不错 居然能创造出一句真身 成为天地益促 连我都推算不出任何信息 书院宗主赞叹一生 平心而论 只要你那句五道真身还活着 我便一天不敢现身 活得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他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只可惜书院宗主面了万席 道毕竟是易促 遭天妒忌 降下天劫 导致生死陨落 烟消云散 当然 书院宗主话风一转 笑道 也多亏了你这句五道真身 打破九天 踏碎天庭 镇压数位大地 开创出前所未有的局面 才让我得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一步登天 你话也真多 地狱之主修复着伤势 突然冷恒一生 不耐烦地催促道 赶快将他杀了 还有那群蝼蚁 全都给我杀了 书院宗主脸上笑容不解 他已成为天地 站立还在地狱之主之上 地狱之主这种命令的语气 令他心中不悦 暗生杀鸡 只不过 不论是丰都 还是地狱之主 明显都与大千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地狱之主在大千世界 有可能都是一方强者 书院宗主不想跟他发生什么正面冲突 他还想着飞升大千世界之后 借助地狱之主等人的力量 继续执服修行 但这并不意味着 地狱之主可以随意呵斥指使他 刹那间 书院宗主闪过千般念头 却不动声色 旁人也根本察觉不到他在想些什么 你还有什么手段 魂灯 生死布 两颗阴阳神石 对于苏子墨的手段 书院宗主如鼠家珍 云淡风轻 这些手段 对他而言 毫无威胁 书院宗主眼中闪过一抹嘲弄 淡淡道 该结束了 话音刚落 书院宗主目光如炬 踏前一步 挥动袍袖 称其不人天 乾坤道印散发着无可抵挡的气息 朝着苏子墨的镇压过去 即便是对上强弩之墨的苏子墨 书院宗主依旧没有留守 面对书院宗主的攻势 苏子墨脸色平静 没有惊慌 没有恐惧 只剩下一种释然 他并非没有后手 只是 这个后手一旦释放出来 他必将陨落 这也是为何苏子墨看到书院宗主现身之后 心中叹息的原因 他知道他恐怕没办法飞升大千世界 再去寻找迭越了 呼 一道战魂突然升起 似乎要撑破天地 苏子墨的身形 也伴随着这道战魂不断暴涨 刹那间 便已是头顶苍穹 脚踏星河 战魂与苏子墨的身躯融为一体 这道身影散发着无比狂暴的恐怖气息 仿佛翻手间 便能毁灭一切 甚至对上书院宗主 也不落下风 只不过 苏子墨的黑发 已经变成花白 看上去已是风烛残年 行将旧墓 随时都可能陨落 斗战屠戮最后一事 斗战九天 这道秘法的释放 让苏子墨的战力 在短时间内攀升到极致 而他的寿元 在刹那间 几乎耗尽 当初 斗战大帝释放出斗战九天 耗尽一千万寿元 曾杀死军天大帝 而这一事 苏子墨耗尽的不仅仅是一千万寿元 而是将近五千万寿元 他的战力 已经攀升到中千世界所能达到的极限 至少 在这一刻 他拥有了杀死书院宗主的力量 这便是他的最后一搏 靠近寿元 将自己的生命 在刹那间绽放 永远留在这一刻 成就永恒 第3226章 功亏一篑 子墨 荒芜大帝 中千世界的各地传来一阵阵悲呼 这一幕 在两千年前的伐天之战中 很多人都曾亲眼目睹 间接的胖兽两位老者 血缘界的老元 都曾牺牲自己 燃烧寿元 一往无前 两千年后 荒芜大帝同样站了出来 为中千世界 为万族生灵一战 义无反顾 舍命一搏 在这一刻 万族生灵都感受到一种震撼心灵的悲壮 所有人都清楚 以荒芜大帝的手段 想要冲破封都 地狱之主的阻拦 飞升大千世界 没有人能拦住他 但他依然选择留在中千世界 镇压丰都 面对书院宗主和地狱之主两尊大帝 抱着必死之心 斗战九天 有的人热泪盈眶 有的人避开目光 不敢去看最后的结局 这一战 不论结局如何 荒芜大帝都将陨落 他们心中不忍 不愿接受这个结局 天地间 当苏子墨释放出斗战九天的一刻 地狱之主脸色大变 他当然知道 这道秘法的可怕 当年的斗战大帝 就曾以这道秘法 将军天大帝拼死 他刚刚经历一场大战 遭到重创 以目前的状态 根本抵挡不住 燃烧五千万年寿元 别说是他 就算他和书院宗主加在一起 能否挡住这一击 都是未知 地狱之主的地狱世界刚刚破碎 无法在短时间内凝聚 只能将不满裂痕的倒印 挡在身前 另一边 书院宗主看到苏子墨释放出斗战九天的秘法 神色异常平静 甚至眼眸中还闪过一丝淡淡的嘲弄 见识过老元释放斗战九天的恐怖 他又怎会不防备这一招 以他的战力 想要抗衡斗战九天 就算不死也会遭到重创 书院宗主在苏子墨将要镇压地狱之主前现身 将地狱之主救下来 就是为了此刻 让地狱之主帮助自己分担一部分斗战九天的伤害 这一幕 也在他的计算之中 丰都已死 在借助苏子墨之手 镇压地狱之主 他便会成为天地间至高无上的天地 三界壁垒已经修复 丰都和地狱之主想要死而复生 恢复如初还需要数千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而在这段时间内 他将完全执掌中千世界成为万灵之主 天地为其局众生皆为其子 苏子墨白发苍苍 双手握住青莲剑 朝着书院宗主和地狱之主的位置 狠狠展落下去 咔嚓地狱之主的倒映 怦然碎裂被一剑斩断 长剑划破地狱之主的身躯 将其斩成两截 恐怖凌厉的剑气迸发 将地狱之主的残躯搅碎 滚落在银河之中 将银河都染成了血红色 地狱之主的气血太过强盛 纵然身陨 依然在银河中掀起重重巨浪 更可怕的是 青莲剑斩破地狱之主的身躯 被其气血冲刷 剑光都暗淡许多 像是蒙上一层污秽 荒芜 你杀不死我 我还会回来 地狱之主的怨念 在血色星河中传出 苏子墨没有理会地狱之主 只是盯着常见的去向 只要能将书院宗主斩杀 终千世界就有机会 书院宗主脚踏九宫 身下隐隐浮现出一座玄妙大阵 不断旋转 在他的世界周围 同时浮现出巨大的八座门户 开门 修门 生门 死门 经门 伤门 渡门 井门 八门 开 书院宗主清贺一声 八大旗门 同时开启 喷涌出一道道恐怖气息 书院宗主的身影 在八门的环绕之中 也变得若隐若现 这八座棋门 威力无穷 玄妙之处 堪比武道本尊凝聚出的地狱石门 轰 清廉剑斩落在八座棋门之上 爆发出一声巨响 八座棋门不断晃动 眨眼间 上面就浮现出一道道裂痕 八座棋门 也抵挡不住斗战九天后的一剑之威 咔嚓 八门齐碎 剑锋长驱直入 但八门之中 书院宗主面带笑意 慎行渐渐没入虚空中 消失不见 剑锋斩落 只是斩下书院宗主的一片衣角 随风飘荡 书院宗主的脚下 赫然浮现出一座阴阳大阵 与苏子墨的太乙阴阳遁极为相似 虽然没有得到太乙传承 但书院宗主曾得到过六丁六甲神的十二道古符 六丁六甲神中 蕴含阴阳之力 凭借这十二道古符 书院宗主便推演出与太乙阴阳盾相近的道法 配合九宫阵法 从战场中脱离出来 书院宗主在最开始 就没打算硬罕 苏子墨的斗战九天 他不需要 只要躲过这一剑 他就赢了 剑锋斩落在空处 唯唯一顿 人未停歇 这一剑 虽然斩杀地狱之主 但苏子墨已经锁定书院宗主的契机 常剑沿着这一缕契机 逆天而去 只冲云霄 朝着幽冥大阵斩去 轰 一剑斩在封锁中千世界的幽冥大阵上 传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震耳欲聋 幽冥大阵都被斩出一道道裂痕 动摇了根基 可这道剑气 经过地狱之主的抗衡 八座奇门的阻挡 斩碎幽冥大阵 最终还是历劫消散 化于无形 这座幽冥大阵 也是书院宗主建议封都布置下来的 除了封锁中千世界 为的也是此刻 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 书院宗主站在幽冥大阵之上 盛行再度显化出来 逐渐清晰 居高临下 面带微笑 俯视着星空中的苏子墨 理输了 书院宗主背负双手 淡淡开口 苏子墨看到剑气在幽冥大阵前消散的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 大势已去 眼神逐渐暗淡下来 功亏一篑 终究还是败了 他这一败 也意味着 中千世界将迎来一个暗无天日的纪元 唉 苏子墨心中轻轻一叹 一阵巨大的疲惫感涌上心头 苏子墨再也支撑不住 一头栽倒下去 身形没入血色银河中 在这一刻 天地间仿佛安静下来 三千界的无数生灵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眼眶见红 荒芜大地 陨落了 那个为了万族众生 不惜占天斗地的身影 也在这一刻 好尽寿源 生死盗宵 众人不愿相信 但双帝纪元 真的逝去了 大片大片的生灵 朝着荒芜大地身影的方向 跪拜下去 眼含热泪 为这位大地送行 万界悲怅 苍生痛哭 第3227章幽明血海 呵呵呵呵 书院宗主突然笑了起来 低声轻难道 苏子墨 你终究还是输了 对于两人之间的胜负 他有着很深的执念 当年 在乾坤书院时 苏子墨凝聚出第十阶到星梯 他尝试登顶 却失败跌落 苏子墨的第十阶 在他的智慧之阶上 此事虽说平常 却让他始终记在心里 成为他的一个心结 之后的两次挫败 更是让他耿耿于怀 自从修行以来 他从未在一个人的手中 吃过这么大的亏 他自许算无一策 洞察天机 可以掌控一切 而苏子墨的出现 让他屡屡失算 这让他生出一种挫败感 这种挫败感 始终隐藏在他的心底 他喜欢掌控一切 不希望有人能脱离他的掌心 直到今日 苏子墨在他面前陨落 这种挫败感才烟消云散 苏子墨已死 再没有人能威胁到他 这一天 他等了太久 属于他的时代 天地纪元 已经到来 出院宗主看着三千界的万族众生 淡然以笑 他的未来 当然在大千世界 但在飞升大千世界之前 他要在中千世界的众生心中 留下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记 不需要太久 只要给他数千年的时间 以他对人性的掌控 足以让三千界全部臣服在他的脚下 遵他为主成为他的奴仆 他会像当年掌控乾坤书院那般 统治三千界 有关古之大地 法天之战的记载 他会全部抹去 所有的记忆 所有的真相 通通的一切都将消失 而他将成为中千世界的唯一神明 将成为万族众生的图腾 不可冒犯 即便将来他飞升大千世界 也没有人可以撼动他在万族众生中的地位 有一点 他与丰都的想法不谋而合 如同天庭这般 囚禁万族生灵的肉身 还是落了下诚 他要做的 是奴役众生的心灵和意识 当然 解决掉苏子墨 得到造化清廉这种宝物 飞升大千之后 也必定会大有用处 他已经从丰都那里 知晓不少有关大千世界的信息 那是更加广阔的天地 无奇不有 造化清廉 原本就属于那里 明河深处 血海中心 千年前 五道本尊身躯重塑 恢复生机 苏醒过来 又过去千年时间 他才彻底恢复过来 而且 这片废墟之地 充斥着元气 在修养生息的过程中 五道本尊的修为境界 也在稳步提升 到如今 他的武炼乾坤和元武世界 都已经在进一步 修炼到大成之境 他的战力 比之两千年前 提升了一个层次 在这片废墟之地 不但充斥着浓郁的元气 而且五道本尊 没有力量被压制的感觉 在这里 他能爆发出超过大地的力量 似乎天道规则 并未覆盖到这片废墟之上 这一日 五道本尊正在静坐修行 突然感受到一阵心计 似有所觉 猛地睁开双眼 自从他苏醒过来之后 两大真身就失去了联系 像是被某种力量隔断 在他这边 仍能捕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感应 但就在刚刚 这一丝感应 也突然消失 他甚至能隐约听到 来自中千世 借万族众生的痛哭 清廉真身那边出世了 五道本尊长生而起 看向不远处 哭坐在雪海边上的黑袍人 唯唯拱手 道 前辈 在下令有要事 就此告辞 这些年来 五道本尊没有离开这片废墟 一来是为了提升修为 二来 也是对这位黑袍人 有些拿捏不准 不敢轻举妄动 他曾尝试与黑袍人说话 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这一次 察觉到中千世界 可能发生巨大变故 五道本尊再也顾不得许多 与黑袍人打一声招呼 便要转身离去 我劝你最好待在这 就在五道本尊转身 将要横渡血海的一刻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 略显沙哑的声音 五道本尊微微眯眼 黑袍人这话什么意思 提醒 警告 还是威胁 五道本尊转身看向黑袍人 似乎在等一个解释 以关心那边的情况 我可以大致跟你说说 黑袍人语气平淡 将中千世界两千年来发生的事 大概讲述一遍 就连刚刚中千世界爆发的大战 苏子墨与丰都 地狱之主 书院宗主的交手 他都一清二楚 黑袍人始终待在这片废墟中 这些年来一动不动 却无所不知 五道本尊厅的心中大震 他在这片废墟中苏醒过来 根本不清楚伐天之战后发生了什么 更不清楚跌跃身影 阿比大地狱破碎 地狱之主归来 书院宗主正道大帝这些事 必是道中千世界的危机 五道本尊不再迟疑 深吸一口气 转身横渡血海 准备回归中千世界 在这片废墟和血海之上 像是存在着某种力量场域 无法撕裂虚空 只能凭借身法及持 没过多久 五道本尊便来到血海边缘 刚要跨步踏出血海 突然心生警觉 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危机 灵觉是景 这种感觉 似曾相识 来自大千世界 时隔两千年 那道天结对他的追杀 仍没有消失 五道本尊几乎可以肯定 只要他敢踏出血海 那道来自大千世界的天结 会第一时间降临 你已经被大千世界锁定 只要踏出幽冥血海半部 就会被抹杀 黑袍人的声音再度响起 仿佛就在五道本尊的身边 五道本尊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这片血海名为幽冥血海 五道本尊沉着脸 目光闪烁 他踏入血海 不仅自己会身影 还可能会给中千世界 带来无法预测的灾难 上次天结降临 使得三界壁垒破碎 让梵天鬼母修为大掌 杀掉蝶月 阿比大地狱破碎 地狱之主脱困而出 若是他离开幽冥血海 没等见到书院宗主 他就会身影 不但无法化解中千世界的危机 三界壁垒也会再度破碎 届时不知又会降下什么灾难 五道本尊沉音少许 转身及时 回到废墟之地 来到黑袍人身边 拱手问道 前辈刚刚说 我已经被大千世界锁定 请教前辈 该如何摆脱 嘿 黑袍人怪笑一声 道 我若知道如何摆脱 又怎会待在这种地方 听到这个回应 五道本尊心中一沉 彻底断了念想 连黑袍人这种 身不可测的强者 都无法离开此地 怪不得 过往促隔纪元的 伐天之战 过去的无尽岁月 都没有看到 这未留下来的痕迹 第3228章无邪 苏子墨好像做了 一个长长的梦 在梦里 他看到许多人 这些人都是 极为陌生的面孔 甚至那些人的装扮服饰 都异常古老 有僧人 有妖兽 有罗刹族 也有神族 这些人来自不同种族 不同界面 苏子墨从未见过 可每个人看着他的眼神 都带着善意和鼓励 有些还是凡人 看着他的眼神带着一丝好奇 目光纯真 笑容无邪 苏子墨就这样一路向前走着 道路两侧站满了人 簇拥在一起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这是黄泉路吗 苏子墨有些茫然地看着道路两侧的人们 有些疑惑 不对 他曾去过英曹地府 走过黄泉路 英曹地府不是眼前这个样子 眼前掠过一缕白发 这不是梦 苏子墨豁然惊醒 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掌 低头望去 血肉聚在 他的身体 并非是生死到消的魂魄状态 苏子墨略为感知一番 心中一震 他没死 他虽已白发 却还有近五百万年寿元 斗战九天 并未将他的寿元耗尽 怎么会这样 按理来说 释放出斗战九天 寿元会在刹那间耗尽 除非 在这个过程 斗战九天的秘法 被打断了 这里又是哪 周围的茫茫人群 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这群人看着他的目光 没有任何敌意 而且 还充满着善意和尊敬 可他明明与这些人素不相识 苏子墨突然发现 这些人与他有着一个极为明显的差别 这些人都是魂魄状态 没有血肉身躯 无一例外 苏子墨的目光 顺着人群一路延伸 在人群的尽头 看到一大群僧众 其中似乎还有几位首席面孔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他看到了道路尽头站着的八道身影 这些人的神色或冷漠 或桀骜 或灵力 或温和 啊 苏子墨看着八道身影 心神大震 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之色 以至于尸声惊呼 最左边的女子 一袭黑衣 仙姿欲容 神色清朗 心思如铺 第二位女子身形曼妙 肤若凝之 眉如青烟 眼眸如水 波光流转间 勾魂夺破 第三位却是一头浑身白毛的老圆 双臂极长 身躯高达三丈 眼眸中涌动着血光 神色解傲 第四位男子白衣如雪 覆手而立 犹如一柄出翘长剑 锋芒逼人 第五位金发闭眼 身形高大 浑身涌动着金光 第六位看不清五官样貌 浑身笼罩着黑暗 身形若隐若现 第七位男子浑身闪烁着星光 眸若星辰 第八位是一位僧人 穿着古旧袈裟 目光温润 神色和蔼 对着苏子墨汗首一笑 这八位赫然是曾在他度过地时节时候 浮现出来的八道虚影 九天玄女大帝 九幽大帝 斗战大帝 罗天大帝 光明大帝 黑暗大帝 星辰大帝 无剑大帝 这八位正是曾照耀万古 开创一个时代的古之大帝 言语已经无法形容苏子墨此刻的内心 他甚至怀疑 此时此刻 他处在一个神奇的梦境之中 一切都显得如此梦幻 不真实 怎么会 八位古之大帝早已身允 怎么可能还活着 就算他们当年没死 寿元也早就耗尽 不可能活到现在 这是梦境吗 苏子墨下意识地轻难一生 是 也不是 无剑大帝 唯唯一笑 回应道 苏子墨更加迷惑了 小友刚刚释放斗战九天的时候 我们及格施法 将你拉入如梦令中 无剑大帝道 也就是你此刻所在的这片世界 苏子墨恍然 如梦令中 内藏天地 他被拉入此地 斗战九天被迫打断 才没有耗尽寿元 只是 苏子墨心中还有无促疑惑 似乎看出他心中所想 无剑大帝继续解释道 这里是斜地已如梦令为根基 创造出来的一座梦境世界 独立于三界之外 不入轮回 在这处梦境世界里 众生平等 没有苦难烦恼 没有厮杀争斗 魂魄状态下 寿元无尽 达到另一种形式上的永生 苏子墨听得目瞪口呆 心神大振 创造出一座梦境 独立于三界之外 不入轮回 已经足够今世骇俗 而在这处梦境中 更是达到一种另类永生 无剑大帝道 斜地信奉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但世间之事 往往事与愿违 他便以自己的方式 来完成善恶轮回 作恶之人 会被他拽进处生道 而他所遇到的善良之人 陨落之后 魂魄便会被他引渡到这里 远离厮杀争斗 不必遭受六道轮回之苦 苏子墨眼前一阵恍惚 曾经在白志之梦中的仪式记忆 原本断断续续的碎片 此刻尽数涌进脑海中 逐渐清晰 他回想起与那个身形单薄 骨瘦如柴的小女孩的所有经历 苏大哥 我相信这世间 好人会有好报的 小女孩语气笃定地说道 眼神清澈 或许吧 苏大哥 你说会不会有一个地方 那里的人们都是勇敢 善良 正直 可爱的 人人平等 没有欺压 也没有苦难 小女孩笑容纯真 心地无邪 怎么会有 苏子墨无奈笑了笑 轻轻揉了下小女孩的额头 如果没有 将来我要建立一个那样的世界 让善良的人们都可以免于苦难 小女孩认真地说道 无见大地的声音 再度传来 打断苏子墨的回忆 这里生活的人们 除了邪地引渡的一些魂魄 还有很多都是当年罚天之战中 战死的修士强者 苏子墨的内心 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重重的击重 邪地从未改变 他始终坚守 善恶有报 这种坚持 甚至显得有些天真 与这个世道格格不入 参与罚天之战的修士强者 战死之后 魂魄本应该归入英曹地府 承受轮回之苦 邪地不想让这些强者遭受这种苦难 才将他们引渡到如梦令中来 即便这些人无法飞升大千世界 邪地也要帮助他们达成永生 这些不屈抗争 一往无前的强者 理应得到这样的回报 苏子墨突然回忆起 当年在罚天之战时 如梦令曾在怀中逐渐发热 当时战况激烈 他无暇多想 如今想来 应该就是如梦令在引渡陨落在罚天之战中的修士魂魄 修士身陨 魂魄魄顿入英曹地府 而英曹地府属于封都的掌控范围 邪地这个举动 或许也有防备封都的意味 第3229章再战天庭 苏子墨突然想到一件事 不禁问道 当年 我修炼武道 踏入真一境的时候 曾引来第十重天节 当时 当时 曾有八道雷霆虚影现身 正是眼前的八位古之大帝 无见大帝道 这些年来 我们虽然活在如梦令里 但也一直关注着中千世界 理创立武道 与仙佛魔并列 他们及格想要考验你一番 便显化出雷霆虚影 与你斗法 老和尚 你也不用给我们脸上贴金 斗战大帝突然开口 白手道 我们当时就是起了好胜之心 想试试你这武道 究竟有何不同 考验 道还是其次 直到此时 苏子墨才明白 为何他会经历 从未有过的第十节 而且 还是曾经的八位古之大帝出现 这八位都是曾经开创一个时代 震撼古今的爵士强者 必然有着争强好胜之心 才会现身一世 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 或许八位大帝没有明说 苏子墨对着八位大帝 微微恭身 审声道 当日度节 八位前辈现身传法 在下感激不尽 考验或许有 争生或许也有 但更重要的 或许是传道授法 苏子墨修炼的道法 有许多都是来自于八位大帝 若是没有当日八位大帝现身 与他大战斗法 他不可能将几部禁忌密点完全领悟 其他几位大帝闻言 眼眸中都闪过一抹欣慰 苏子墨隐隐感觉 九天玄女大帝和九幽大帝 看他的眼神 与其他几位古之大帝 都有些不同 那种眼神有些奇怪 难以言喻 苏子墨突然发现 释放出斗战九天之后 他的寿源虽然消耗巨大 但此刻 在如梦令中苏醒后 身上的伤势已然痊愈 不好 苏子墨心里一沉 他在如梦令中待得越久 中千世界遭受到的灾难就越大 出院宗主绝非心慈手软之辈 他想要统治中千世界 必然要立威 大开杀戒 苏子墨在中千世界的大战 消耗极大 遭到重创 如今伤势痊愈 可能已经过去几天的时间 这几天 中千世界恐怕已经血流成河 尸骨遍地 中千世界 没有人能抵挡住一尊真正的大帝 大荒界 天界 见界 血缘界 怕是已经覆灭 似乎看出苏子墨心中所想 无见大地轻盈一声佛号 道 小友不必担心 你感觉过去几天 但其实只是难科一梦 刚刚过去没多久 中千世界仍是你进来前的局面 苏子墨安安点头 想来这是邪地的道法和如梦令的特殊存在 才会出现这种时间错乱的玄妙感觉 诸位前辈 中千世界危机尚未解除 在下就此败别 苏子墨拱手道别 道 此战若胜 再来与诸位前辈相聚 悲酒言欢 他是中千大帝 你离不过他 星辰大帝淡淡说道 黑暗大帝也说道 你刚刚踏入地境 只是小城世界 而他的一方世界 已经与中千世界产生共鸣 你如何与他抗衡 你现在出去 必死无疑 罗天大帝更为直接 语气冷酷 苏子墨墨然 他也知道 几位大帝所言不错 就算他已恢复巅峰状态 伤势痊愈 对上书院宗主仍是凶多吉少 但他没有其他选择 外面还有他的至交亲友 众多故人 万族众生 他做不到袖手狂观 置身事外 清廉真身虽然并未修炼武道 但他的道心 依然是灼灼如日 照破山河的武道之心 反抗 不屈 无所畏惧 一往无前 有些时候 明知必死 也要去做 义无反顾 当年的八位古之大帝 又何尝不是如此 明知伐天之战 几乎不可能胜 但还是率领万千强者 逆天伐道 征战九天 苏子墨笑了笑 道 敬礼而为 纵死无憾 好 斗战大帝大喝一声 其他几位大帝看着苏子墨的目光 也充满着赞许 小友 让我们助你一臂之力 斗战大帝大手一挥 在他身后 无数涌现出 无数斗战纪元中陨落的强者 密密麻麻 不计其措 虽然都是魂魄状态 但一个葛战役高昂 为首之人更是挥舞着一杆烈烈招战的战旗 尚书斗战二字 紧接着 九天玄女大帝的身后 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九天战旗迎风飘扬 九幽战旗浮现 众多罗刹族在天空中飞舞 罗天战旗 光明战旗 非暗战旗 星辰战旗 无剑战旗接连映入眼帘 曾经在罚天之战中陨落的众多强者 不断从各地集齿而来 聚集在战旗下 杀气震天 陨落在各个纪元中的罚天战士 又何止意外 几路大军朝着此地聚集 惊奇招展 遮天蔽日 这一幕极为震撼 这些强者虽然没了肉身 没了元神 只剩下一道魂魄 但仍然未曾退缩 目光坚定 没有血脉 血信仍在 诸位前辈 你们 苏子墨眼眶为红 神色动容 他知道 八位谷之大帝和这些罚天修士 在如梦令中 以魂魄形态可以保持永生 可一旦离开如梦令 进入中千世界 随他征伐天庭 必将遭受到天道规则惩罚 受缘很快便会耗尽 八位谷之大帝和这些罚天修士此举 意味着放弃永生 以抱着必死之心 苏子墨 还有我们 另一道娇媚的声音传来 只见另一道战旗扬起 上面赫然书写着血碟二字 苏子墨浑身一震 只见那战旗下 站着一位美艳无瑕的女子 正是两千年前陨落的九尾妖帝 在他身后 还跟着众多当年陨落的大荒界妖族 包括神像妖帝等人 在人群中 苏子墨还看到一众熟悉的身影 有释放斗战九天的老员 有燃烧寿员的间介胖寿老者 他们都站在人群中 正对着苏子墨汗手微笑 子墨就在此时 又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男子神色豪迈 扛着赶战旗 破开人群 大不留心地赶来 正是当年陨落的万古人皇 而那赶战旗上 写着荒芜两个大字 林大哥 你 苏子墨声音哽咽 视线渐渐模糊 林战大笑一声 道 当年没能与你一同杀入天庭 并肩一战 还曾有些遗憾 这次终于可以弥补当年之汉 苏子墨泪目 林战将战旗重重一顿 大声道 子墨 走 今日我为你扛起 你我兄弟 在战天庭 第3230章 还有我 九天之上 书院宗主奥利云颠 在乾坤道映光芒的映照下 不可逼是 真如主宰天地的神明 拜见天地 污界的众多生灵 最先反应过来 大片大片的跪拜下去 神色尊敬 尺多乌族中人看着书院宗主的眼神 都带着无尽的崇拜 书院宗主毕竟体内流淌着一半乌族血脉 成就天地 开创一个崭新纪元 他们也感到脸上有光 不难想象 从今往后 乌族必将大兴 在这群乌族之后 血戒 木戒 无声戒 独戒 等几大戒面的修士 也纷纷躬身行礼 高呼天地 书院宗主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很享受此刻 曾经那些威名赫赫的强者 曾经看清过他的人 都已被他踩在脚下 但这还不够 他身为天地 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尊敬 书院宗主居高临下 环顾四周 冰冷的目光掠过三千界 只是一道目光扫过 万族众生就感受到 一股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 仿佛下一刻就要大难临头 几乎窒息 以大地之力 想毁掉一个界面 灭杀亿万生灵 也不过翻手之间 诸如铁罐老者 玲珑先帝等人 在大地面前 都是不堪一击 而等不败 还在坚持什么 书院宗主淡淡问道 想让我们拜你 你也配 风残天冷笑 破了一口 铁罐老者审声道 曾经的骨质大地 为了打破众生身上的枷锁 哪怕牺牲自己 也要逆天法道 而你却要奴役万族 你配不上大地的封号 不错 我等绝不会屈服 我们三千界联合在一起 拼了性命 也要跟你抗争到底 不光是天荒界 剑界 血缘界的众多强者 其余界面也有无数强者站出来 大声呵斥 若是在两千年前 绝不会有这么多的界面 敢站出来反对天庭 只是因为两千年 荒芜大地将五道火种 撒遍三千界 才让万族众生逐渐觉醒 敢于反抗 书院宗主笑了笑 不以为意 对他而言 荒芜传道中千的时间 毕竟太短暂了 区区两千年 影响有限 他以雷霆手段 配合验圣诅咒 加以血星杀戮 便足以将三千界的反抗镇压下去 玲珑先帝冷冷道 你虽然正到中千世界的大地 却并未得到人心 更无法得到中千世界万族众生的尊敬 呵呵 书院宗主倾笑一声 反问道 那又如何 就算三千界的万族联合在一起 对我也毫无威胁 龙界之主审声道 如果你将三千界万族杀光 就只剩下你孤家寡人一个 你这天地有何意义 不需要 书院宗主笑着摇摇头 抬手摇指星空 道 现如今 三千界中有大半界面 敢站出来反抗我 愚者皆在观望 如果我翻手灭掉十个界面 你才猜 还会有多少界面 敢继续与我为敌 铁罐老者等人脸色违变 书院宗主不等众人回应 继续问道 如果我灭掉一百个界面 两百个界面 还会剩下多少人敢反抗天庭 玲珑先帝等人沉默不语 他们心中也清楚 以书院宗主的手段 不需要杀掉所有反抗他的人 他只需要血腥镇压一部分 便足以振折其余生灵 书院宗主继续说道 今日之后 我将抹去所有罚天之战的记录 抹去古之大地的记载 不许人提及 不许人议论 随着岁月流逝 又几人会记得他们 从今日起 吾为天地 万族苍生命运 尽在我的一念之间 我的意志 即为天意 违背天意 便是大逆不道 必遭天遣 就算荒芜拨洒五道火种 在天地祭圆 我也会让他们全部熄灭 书院宗主覆首而立 不可一世 语气森然 眼眸中跳跃着兴奋的光芒 而三千界的万族众生 听到这里 都感觉到一种深深的绝望 黑暗笼罩之下 那些记忆 那些武道精神 就像是一颗颗驱散黑暗的弱小火苗 而此刻 这些火苗 也即将被碾灭 那时候 才是真正的至暗之夜 林玄机早就躲进九幽大地的传承之地 收敛气息 面沉如水 手中奋笔集书 记录着此刻 他心中 仍记着玄机公的使命 力言传道 记录历史 延续公德 传承文明 就如同当年在天荒大陆 流传着太古时代 上古时代的传说那样 如果至暗降临 至少在他这里 还会保留一颗文明的火种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可以在这片永夜中 绽放出一丝光明 还会有人来拯救我们吗 一个界面的角落里 躲在母亲怀中的孩童瑟瑟发抖 弱弱的问道 女子目光黯然 沉默不语 荒芜大地 血蝶大地都已陨落 不会有人再来了 从今以后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飞升大千世界了 还要继续打下去吗 我们继续抗衡天庭 只有一个结局 依旧无法改变什么 是啊 不但我们会死 我们的后人 也将成为天地的奴仆 如果我们选择臣服 至少还能保住一命 三千界中 已经有人开始动摇 神色迷茫 有些界面的强者 渐渐低头 准备跪拜臣服 所有人都清楚 此时站出来 必将被书院宗主无情镇压 在大地的威压之下 又有几人敢与之正面抗争 即便是天荒界 剑界 血缘界的众多强者 都承受着一股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 就在此时 一位女子站了出来 身形不断攀升 与书院宗主对峙 手持长剑 杨青 凌磊 凌落两人惊呼一声 凌龙先帝 其余强者也是心神一阵 凌龙先帝望着书院宗主 神色绝绝 淡淡道 我夫君为打破九天 死在伐天之战中 你想重力天庭 得问过他的亡魂 问过我手中之剑 凌战身陨的一刻 凌龙先帝的心就死了 他早就想追随凌战而去 死亡对他而言 更像是一种解脱 母亲 我们和你一起 凌磊 凌落也腾空而起 朝着凌龙先帝飞去 还有我们 铁罐老者 还有其他界面的众多帝君强者 西秦摩江 夜灵 老虎等人也毫不犹豫 大喝一声 纷纷起身 死便死了 谁人能不死 若是被奴役囚禁 当作牲畜 就算长生久世 又有什么意思 无数道身影腾空 站在凌龙先帝的身后 凌龙 还有我 在喧嚣巨大的声浪中 夹杂着一道浑厚的声音 几乎很难被人察觉 但凌龙先帝却忽然浑身一震 眼眶瞬间就红了 是错觉吗 凌龙先帝惨然一笑 临死之前 哪怕是错觉 也足够了 虽然这般想 凌龙先帝还是转过头 寻声望去 下一刻 他争在原地 类如全勇 第3231章全部降临 只见那人身躯凌凌 神情豪迈 目光如炬 自带凌云之气 肩上扛着一杆烈烈站起 不是凌战又是谁 凌龙先帝从未想过 还能与凌战再见 两人四目对视 凌战的眼眸中 蕴含着深深的思念 但与凌龙先帝哭红的双眼不同 凌战只是魂魄形态 无法哭泣 无法流泪 他只是满怀深情地看着凌龙先帝 父亲 凌磊 凌落两人也惊呼一声 神情激动 凌龙先帝扑到凌战身边 凌磊凌落两人也连忙跑过去 四人相拥在一起 凌龙先帝脸色一变 直到此刻 他才意识到 自己怀中的人 根本没有血肉 夫君 你 凌龙先帝的声音 带着一丝颤抖 凌战望着凌龙先帝 柔声道 我来陪你们走完这最后一段路 三千届其余强者看到这一幕 也是满脸震惊 凌战当年战死的一幕 许多人都是亲眼所见 而如今 凌战竟然死而复生 再度现身 但很快 众人就发现了异常 凌战只是魂魄形态 初院宗主盯着灵战肩上的战旗 微微皱眉 一个魂魄状态的灵战 对他来说毫无威胁 只是那面战旗上写着的荒物二次 让他心中升起一阵烦躁 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脱离他的掌控 这种感觉他很不喜欢 初院宗主运转密法 双眸绽放出两道神光 没入地狱之主陨落的那片血色星河之中 搜寻起来 地狱之主虽然身陨 但却洒落大片血肉 染红银河 而苏子墨释放出斗战九天后 就淹没在这条血河中 初院宗主料定苏子墨必死 也就没有急着去搜寻 搜寻片刻后 初院宗主心中一惊 那条血河中 没有苏子墨的踪迹 苏子墨竟然在他的眼皮底下 凭空消失 就在此时 远处再度传来一阵惊呼 初院宗主目光一扫 只见在灵战的身后 陆续出现一道道身影 有间接当年燃烧生命的胖兽两位老者 也有爆发斗战九天的老元 还有扛着另一面战旗现身的九尾妖帝 这些都是两千年前陨落在伐天之战中的强者 而如今 这些强者以魂魄形态 再度降临在中千世界上 荒芜 血跌两面战旗在天地间飘扬 烈烈作响 更是引来一片欢呼声 银门 铁罐老者看着胖兽两位老者 亦是神色动容 不经老泪纵横 越来越多的强者现身 站在两面战旗后面 密密麻麻 组成两只杀气腾腾的大军 剑指天庭 哼 书院宗主看着这一幕 神色不屑 淡淡道 别说只是一群孤魂野鬼 就算你们真的死而复生 血肉尚在 也翻不了天 书院宗主确实有这个自信 这群魂魄形态的生命 发挥不出多少战力 他随便吹一口气 都能灭杀无数 对他毫无威胁 那也未必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苏子墨重新出现在天地间 白发青山 上世禁欲 双眸异役 盯着书院宗主 杀意弥天 苏子墨的现身 让三千届的众多强者精神大振 与灵战等人不同 苏子墨气血强盛 神势弥漫 气场强大 可与书院宗主对峙 无落下风 我就知道 荒芜大帝不会陨落 双帝纪元没有结束 刚刚荒芜大帝只是头发花白 但面容没有苍老 我就猜出 这其中必有古怪 可就算荒芜大帝商欲归来 他仍是地境小城 对上书院宗主 依旧凶多吉少 不错 书院宗主毕竟已成大帝 在这片天地间 乃是无敌的存在 听着三千届各地传来的声音 书院宗主面带微笑 悠然道 你也听到了 就算你痊愈归来 也不是我的对手 苏子墨 你输定了 苏子墨握紧双拳 微微摇头 心情沉重 缓缓道 今日一战 你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我 我 书院宗主 微微挑眉 不以为然 直到此刻 局势依旧在他的掌控之中 得我传承 居然要道行逆师 众力天庭 你可配得上中千世界的大帝 一道清冷的女子声音响起 下一刻 虚空塌陷 不断扩大的光云中 一位黑衣女子 跺步而出 看着书院宗主 目光伶俐 看到这位黑衣女子 书院宗主脸色大变 玄 玄 书院宗主嘴唇如涅 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之色 玄龙先帝望见此人 也是惊呼一声 九天玄女大帝 两人曾得到九天玄女大帝的传承 自然认得这位黑衣女子 这几个字落下 在三千界各地引来一片哗然 九天玄女大帝 这位传说中最古老的古之大帝 竟然在显中千 在九天玄女大帝身后 一大堆服饰古老的修士大军鱼冠而出 为首之人扛着一杆战旗 上面书写九天二字 出院宗主很快镇定下来 他发现 九天玄女大帝和这群修士 也都是魂魄状态 只要是魂魄状态 对他就产生不了多大威胁 下一刻 另一边的虚空塌陷 浮现出第二道光圈 一位媚古天生的白衣女子现身 举手头足尖 都散发着颠倒众生的魅力 在他的身后 又一支大军 降临在中千世界 其中有不少罗刹族 中千世界的众多罗刹族强者看到来人 都是心神大圣 难以置信地问道 九幽大帝 九幽大帝的雕像 他们始终映在脑海中 没想到 今日看到真容 众多罗刹族人都不敢相信 呼 第二面战旗在白衣女子身后展开 上面写着九幽二字 紧接着 星空中第三座光圈浮现 一道道魁梧高大的身影冲了出来 垂胸顿足 仰天长笑 为首之人浑身白毛 双眸血红 战意滔天 斗战大帝 剑界震动 在这之后 光明大帝 黑暗大帝 星辰大帝 带着麾下大军 尽数走出如梦令 降临在中千世界中 光明界 星界 无数强者神色激动 跪拜下去 还有我们 最后 无剑大帝现身 清贺一生 九天 九幽 斗战 罗天 光明 黑暗 星辰 无剑 荒芜 血蝶 十面战棋 矗立在天地间 席致飘扬 仿佛是石座的熊熊燃烧的火炬 承载招数个机缘的文明 照亮黑夜 三千界沸腾 第3232章孤家寡人 天地间 在各大战棋之下 涌现出一道道身影 都是曾经的罚天修士 密密麻麻 占据着一万里星空 当八位古之大地重现人间之时 这场罚天之战的气势 彻底逆转过来 这一幕 令万族众生为之振奋 为之动容 那些曾经只是存在于传说中的古之大地 带领当年的罚天勇士 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些为了打破九天 守护万族众生的古之大地 从未远去 原本还有些动摇的界面 此时也纷纷站了出来 甚至一些倾向于臣服书院宗主的界面强者 也重新挺直几梁 神色激动地望着八尊古之大地 更有无促生灵跪倒在地 细不成生 在万族为难之际 终究还是有人站了出来 即便这些古之大地 法天修士只剩下一道道魂魄 依旧义无反顾 降临中千 挡在万族众生身前 苏子墨看着周围的一道道身影 心情悲痛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这些古之大地 曾经的罚天战士 接下来会有怎样的结局 可以说 当他们决定从如梦令中离开的一刻 就注定了魂飞魄散 但他们依然没有退缩 不曾犹豫 曾经的罚天之战中 这些古之大地便想过出面帮忙 只不过 当时天庭有数为天庭之主作证 就算他们降临 也无济于事 只是白白送死 而他们顿入轮回 转世新生 依旧无法摆脱被天庭镇压奴役的命运 所以 邪地始终不许他们出来 但这一世不同 如今的天庭 只有书院宗主一人坐镇 这是最后的机会 也是唯一的希望 若是不能打败书院宗主 中千世界将迎来最漫长的黑暗 永无天日 中千世界没有退路 众人只有亲近所有 全力以赴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只见苏子墨默默转身 看着天地间无数道只有魂魄的身影 眼含热泪 深深败了下去 这一败 便是绝别 这一幕 仿佛彻底定格 罚天之路 凶险重重 诸位前辈保重 言罢 苏子墨已是创然泪下 小友 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虽死无憾 我斗战一族 若是战死沙场 才是最好的归宿 躲在那如梦令中 就算永生 也无生去 能死在罚天之路上 对我们而言 是一种解脱 几位古之大帝相识一笑 出言宽慰 神情洒脱 诸君 随我一战 杀上天亭 斗战大帝阵臂一呼 战旗挥舞 曾经断裂的登天路重新浮现 斗战大帝率领当年的罚天战士 再度登上这条铺满尸海的古路 战战战 斗战纪元的修士战役滚滚 杀生震天 那一世 斗战大帝没能走完这条登天路 便身死盗销 这一世 斗战大帝带着无数曾经罚天修士的魂魄 再走登天路 杀向天亭 九天玄女大帝 九幽大帝 罗天大帝 光明大帝 黑暗大帝 星辰大帝 吴剑大帝 包括苏子墨也纷纷踏上星空 沙沙沙 在苏子墨和八卫古之大帝身前 天地间开辟出九条登天路 战旗在最前方飘扬 闪耀着璀璨光芒 直指天亭 登天路上 除了魂魄形态的众多伐天修士 还有来自各大界面的强者修士 荒芜 雪碟占其河道一处 石面占其像是石根熊熊燃烧的火炬 点亮夜空 冲在最前方 指引着方向 三千界各地 有无促到身影腾空而起 像是一粒粒微光 朝着登天路最前方的那的火炬飞去 火光越来越盛 这一幕极为震撼 九条登天路 就像是在天地间蜿蜒绵长的九条火龙 杀气腾腾 朝着黑暗尽头燃烧过去 书院宗主面无表情 背靠幽明大阵 大半身子都陷入黑暗之中 脸庞在下方火光的映照下 显得忽明忽暗 八位古之大帝的出现 这群伐天修士的将领 确实不在他的意料之中 但下方这群人数量再多 也只是一群孤魂野鬼 对他仍是没有威胁 那个苏子墨 只是地境小城 就算巅峰状态 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是正道中千世界的大帝 在这片天地间 只是凭借一个出入地境的苏子墨和这群孤魂野鬼 绝对无法撼动他 虽然这般想 他的心中 仍是隐隐感到一丝不安 似乎有什么力量 正在逐渐脱离他的控制 大战开启 他来不及多想 给我杀 书院宗主目光森然 立鹤一声 在书院宗主的号令下 原本应该第一时间冲下去的乌戒 血戒 木戒 无声戒等各大戒面的大军 却出现了一丝停滞 嗯 书院宗主目光一横 在这些界面强者的脸上 他看到了一丝抗拒和犹疑 书院宗主猛然发现 他似乎低估了这些古之大地 在三千界的影响力 也低估了荒芜当年洒落在三千界的五道火种 就算是乌戒 血戒 木戒 无声戒的生灵修士 也还是有人心怀正义 懂得是非 当黑暗笼罩时 这一点点正义 始终深埋在他们的心底 不敢轻易暴露 但当下方那一面面承载着无数文明的战旗扬起时 这些人心中的正义和良知也被逐渐唤醒 那一粒粒火种被点燃 散发着围光 逐渐朝着下方的火炬靠拢 当这些围光聚在一起 便拥有了与黑暗对抗的力量 你们 书院宗主脸色阴沉 他突然发现 似乎没有人愿意站在他的身边 即便他是至尊无上 正道中千世界的大帝 他俨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你们也想要忤逆我 嗯 书院宗主心中杀鸡大圣 神色有些猙獰 大多时候 他都是面带笑容 云淡风轻的模样 因为 他运筹帷幄 算无一策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而此刻 他已经彻底失态 给我死 书院宗主眼眸中闪过一抹寒光 在他身前一大片巫族强者 瞬间被斩成两劫 鲜血喷涌 几位巫族帝君都没能逃过此劫 横尸当场 巫界 血界 慕界的众多强者看到这一幕 都面露惧色 无为天地 敢敢违逆我的命令 便是违背天意 这便是下场 书院宗主感受到这群强者内心中的恐惧 语气森然 他相信 以自己对人性的了解 绝对可以凭借着血腥的镇压和杀戮 将这些界面强者牢牢掌握住 第3233章最终一战 苏子墨没有给书院宗主继续逞凶的机会 逆龄 叶盘晋级 苏子墨还未赶到 便直接爆发出两道元神秘术 同时祭出青莲剑 朝着书院宗主斩去 青莲剑上 还能爆发出一道元神的杀伐之术 等于3道最顶级的元神秘术同时爆发 要知道苏子墨此刻的元神之力 可比肩大逼 三道元神秘术的爆发 书院宗主也不敢大意 先天八卦图 三清墨碑 书院宗主也接连爆发出两道元神秘术 其中先天八卦图 乃是由树藏配合他一生所学 演化而来 而三清墨碑 乃是由三清预测和藏天经两部禁忌秘典中 三物出来的元神秘术 只是两道元神秘术 便将苏子墨的三道元神弓杀抵挡下来 哼 书院宗主唯唯冷笑 不过耳耳 苏子墨 再来一次 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 杀 就在此时 九天玄女大帝的魂魄 化身为一柄浮尘 朝着书院宗主抽打过去 嗡 两柄长剑浮现 却是九幽大帝和罗天大帝的魂魄所幻化 轰 一根长棍从天而降 打向书院宗主的天亭盖 斗占大帝出手 一尊正欲顶破空而去 四项环绕 范英响彻天地 八位古之大帝已魂魄 幻化出各自的神兵 清尽全力 绽放出最后的光滑 正常来说 八人早该是生死之人 只不过 被邪帝所救 在如梦令中屏蔽天机 以魂魄形态存活至今 当他们离开如梦令的一刻 遭受到天道规则的力量 魂魄迅速暗淡 他们留在这片天地间的时间 已所剩无几 几个阴魂不散的老东西 也想伤我 初愿宗主清贺一生 天地人风云龙虎神鬼 初愿宗主直接爆发出其门九顿之法 整个人的气息变得更加恐怖 复杂多变深不可测 八位古之大帝只是魂魄状态 发挥出的力量有限 但这些年来 八人在如梦令中温养魂魄 感悟平生所学 此刻以魂魄为兵 爆发出来的最后一击中 蕴含着八人所有的道法 意志和决心 八位古之大帝针对的 并非是书院宗主的肉身 而是他的原神魂魄 嗯 书院宗主神色为变 感到一丝不安 连忙将乾坤道印 镇守在世海之中 八大帝兵撞击在乾坤道印上 只是让这尊道印微微晃动了下 没能伤到书院宗主的原神分毫 书院宗主轻疏一口气 但很快 他脸色大变 闷横一声 八位古之大帝的最后一击 没能伤到他的原神 但其中蕴藏的道法 却透过乾坤道印的防御 影响到了他的三魂七魄 怎会如此 虽然他的三魂七魄只是受到震动 并未受伤 但魂魄关联原神 必定会影响他的战力 更让他心惊的是 八位古之大帝的力量 怎么可能冲破乾坤道印的防御 难道他的道印 已经出现了破绽 天地间 八位古之大帝 已经魂飞魄散 他们当然知道 八人联手 也不可能杀掉书院宗主 但只要对书院宗主有一点影响 或许便可扭转局势 改变结局 八位古之大帝的虚影越来越淡 望着苏子墨喊首微笑 满是期待 就如同当年降临第十节的一幕 而这一次 八位古之大帝将真正离去 留在这片天地间最后的痕迹 也随之淡去 最终消失不见 啊 苏子墨看着这一幕 满腔悲愤 不禁仰天长笑 哗啦 苏子墨身后再度浮现出一条岁月长河 身下浮现归石异象 同时画出四手八臂状态 目光如电 逆流而上 朝着书院宗主杀去 书院宗主眼看着苏子墨杀过来 来不及多想 催动秘法 释放出三头六臂 不止如此 他的手中 竟然也浮现出一柄浮沉 一根玉如意 还有一柄长剑 也让你试试我的神兵 书院宗主眼眸中闪过一丝的意之色 道 此乃三才欲如意 两仪浮沉 不仁见 就算没有造化清廉 没有得到树藏完整传承 我依然打造出属于我的神兵利器 三才欲如意 取天地人三才之意 两仪浮沉 取其阴阳两仪 这两件神兵 与苏子墨的三宝欲如意 太乙浮沉 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就连气息都极为相近 而不仁见 乃是以长生大帝的长生剑为根骨 最终锻造而成 书院宗主不但要打败苏子墨 还要全方位地碾压 最终将苏子墨取而代之 他已经想好未来的路 拥有这三件神兵 他便可以顺利地将三宝欲如意 太乙浮沉和清廉剑继承过来 融入自己的神兵之中 让这三大神兵更上一层楼 如此一来 也可让他飞升大千世界之后 拥有更好的根基更大的依障 通苏子墨的混沌世界 与书院宗主的乾坤世界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若是换作之前 有道应加持 苏子墨的混沌世界 根本无法与乾坤世界抗衡 但书院宗主的魂魄 毕竟遭受震动 原神受到影响 乾坤世界的威力也无法发挥到极致 虽然乾坤世界依旧对混沌世界 形成压制之势 但一时间 却无法将其打碎 两大世界相互碰撞 交锋 吞噬 私药 两人也是短兵相接 戏血生疼 四手八臂的苏子墨 和三头六臂的书院宗主 杀到一处 碰撞的瞬间 便是血肉横飞 爆发出大片血雾 不仅有苏子墨的血 也有书院宗主的血 双方都是半步不退 杀意弥天 苏子墨双眼中蜕变 一黑一白 迸发出两道神光 朝着书院宗主轰杀过去 吼 与此同时 苏子墨爆发出青龙之吼 童树 因与秘术同时爆发 书院宗主早就见识过苏子墨双眼的可怕 当年他得到的六丁六甲神符 就是被苏子墨双眼中的神秘力量化解 苏子墨的一切手段 他都熟记于心 早有防备 书院宗主闭上双眼 陡然睁开 在他的眼眸深处 浮现出两道神秘符文 意义生辉 正是乾坤二字 他连续释放几道秘法 加持在双耳之上 比喻青龙之吼带来的冲击 苏子墨的阴阳神光照射在书院宗主的双眸上 瞬间激起一道道绚丽光阴 像是撞在某种强大壁垒上 无法前进 第3234章慷慨悲歌 连竹召幽影两颗神石 都伤不到书院宗主分毫 苏子墨也不纠缠 顺势变招 以太义为笔 阴阳为墨 在星空中书写出十二个奇异符文 书六丁六甲持行 神鬼接散 伴随着苏子墨的吟诵 十二尊六丁六甲神重新降临 虽然没有原神血肉 但近战搏杀的手段堪比大帝 组成强大阵法 朝着书院宗主围杀过去 哼 书院宗主从容不破 只是微微冷笑 体内突然迸发出一股死即耻目之气 在半空中捏洞法绝 朝着星空中一指 脚掌跺地 周天帷幕 不死亡灵 在书院宗主的周围 突然浮现出一座座巨大的坟种 紧接着 坟种裂开 从里面爬出来一具具白骨生灵 两眼处的窟窿散发着幽光 阴森恐怖 杀气腾腾 朝着十二尊天神杀去 这些不死亡灵 只是帝君王者的白骨 战力上比不过十二尊天神 但这些白骨生灵数量太多了 密密麻麻 从星空中的坟墓中爬出来 源源不断 困住十二尊天神 这种手段 明显源自于藏天经 但苏子墨修炼的藏天经中 并没有这种内容 也就是说 他所看到的藏天经 并不完整 丰都与他交手时 却没有释放过这种手段 极有可能是源于丰都 没有血肉身躯的特殊 双方拼杀在一起 不断斗法 并来降党 水来土掩 大战越发激烈 苏子墨攻势凶猛 底牌众多 却被书院宗主一一化解 而书院宗主的三魂七魄遭受震动 无法发挥出巅峰战力 一时间 也难以将苏子墨镇压 战局胶着 僵持不下 书院宗主并不着急 神色淡定 从容不破 他的乾坤世界 有一方道硬加持 消耗得起 而苏子墨能与他对质 完全是靠着斗战古今的秘法 苏子墨只剩下五百万年寿元 斗战古今 一席万年 每一席 对都无比珍贵 苏子墨支撑不了多久 时间拖得越长 对书院宗主就越有利 登天路上 八位古之大帝虽然已经逝去 但承载着一个纪元文明的战旗 却并未倒下 仍被人扛在肩上 迎风飘扬 扛其之人倒下 便会有第二个人冲上去 将战旗扛起来 如梦令中走出来的法天修士 只是魂魄形态 支撑不了多久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少 但登天路上的法天修士 却越来越多 无数生灵 从三千界各地腾空而起 有帝君 有仙王 有真灵 甚至连帝仙 天仙都纷纷踏上登天路 前扑后继 一往无前 战 战 战 登天路上 沙生震天 战哥回荡 众多生灵早已抛弃生死 断绝后路 这一世 在荒芜大帝和八位古之大帝的带领下 三千界的万祖生灵彻底觉醒 逆天罚道 沙向天庭 就连血界 木界 无声界等众多界面中 都有不少强者纷纷倒戈 促葛纪元的伐天修士 终于在这一世汇聚在一起 以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慷慨悲歌 促葛纪元的文明 在这一世绽放出最后光滑 九条登天路上的光芒越来越盛 照亮夜空 如同九条烈焰腾腾的火龙 蜿蜒绵长 盘旋而上 冲在最前方的伐天修士 扛着十面战骑 防守挺胸 像是高举一个个巨大的火把 目光坚定 举火烧天 火焰在幽明大阵上燃烧 以燎原之势 席卷一切 幽明大阵都扛不住这群伐天修士的冲击 摇摇欲坠 随时都可能崩塌 实际上 原本融入中千世界的那片乾坤道印 都在随之松动 越发暗淡 书院宗主确实正到中千世界 但当中千世界的万族众生 全部觉醒 站在他的对面时 他与整个中千世界已经格格不入 书院宗主对抗的不仅仅是一个苏子墨 这一世的万族生灵 他对抗的是无尽岁月以来 促葛纪元的万族生灵 他对抗的是俗葛纪元 万族开创的璀璨文明 他对抗的是从古至今 千千万万生灵的意志 中千世界 并非是一个虚幻的存在 正是一个葛有血有肉的生命 一段段光辉璀璀的文明 一卷卷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道道不屈顽强的意志 才有了今日的中千世界 天地间 苏子墨和书院宗主的大战还在持续 只是 随着时间流逝 苏子墨的寿缘越来越少 身上甚至已经逐渐散发出一丝 迟暮之气 此时的苏子墨 看上去比他还要苍老许多 像是日薄西山走向末路的老者 书院宗主看着苏子墨脸上 不断增加的一道道皱纹 眼眸渐荡起一丝笑意 里的时间不多了 大战之中 书院宗主还有余力 淡淡开口 苏子墨的眼眸中 仍没有半点屈服退缩 哪怕站到最后一刻 站到寿缘耗尽 他也不会后退 空间之境 仙道之境 佛道之境 魔道之境 阴阳之境 杀戮之境 梦境之境 岁月之境 苏子墨再度释放出九大禁术 爆发出最后的杀伐之术 酒境遮天 在天地间显化出一尊道印 朝着书院宗主镇压过去 喝 困兽游斗 书院宗主倾笑一声 操控自己的乾坤道印 朝着苏子墨的酒境道印狠狠地撞过去 在中千世界 你的九大禁术可以灭掉地狱之主 但却无法撼动我的乾坤道印 无为天地 正道中千 你的道印 如何与整个中千世界的力量和意志对抗 话音未落 两尊道印重重撞在一起 爆发出一声巨响 震耳欲聋 巨大的光阴朝着四周扩散蔓延 正如书院宗主所言 苏子墨的酒境道印 直接崩溃 化为虚无 但书院宗主浑身一震 脸上的笑容 突然将注 眼眸中流露出一抹错愕 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苏子墨的酒境道印崩溃 而他的乾坤道印 竟然也在消散 正在从中千世界的苍穹上 逐渐剥离 他的境界 仍是大地 但书院宗主却清晰地感知到 自己正在失去对中千世界的掌控 他的乾坤世界 与中千世界 没有了共鸣 第3235章正道大地 书院宗主大地境界仍在 但失去与中千世界的共鸣 就意味着他在中千世界 没有了任何优势 战力也会随之削弱 就如同地狱之主 天庭之主 虽然同为大地 但他们的道印与中千世界 无法相容 便发挥不出最巅峰的战力 令书院宗主大惊失色的 还不止于此 他明显感受到 苏子墨的气息正在迅速攀升 爆发出来的力量 也越发凶猛恐怖 苏子墨明明已经步入驰木 寿远所剩无几 看上去像是个封竹残年的老者 但他的战力 却不降反增 这种增幅 已经远远超出 书院宗主的想象和认知 以书院宗主神色惊疑不定 难以置信地看着 对面越战越勇的苏子墨 哪怕苏子墨境界突破 再近一街 踏入地境大城 战力都不会提升到这种地步 此消彼长之下 书院宗主立即落入下风 啊 书院宗主于光看了一眼苍穹 突然浑身大震 尸声惊呼 世间能令他如此失态的事 实在不多 只见苍穹之上 原本的乾坤道印消散之后 竟有另一道大道痕迹隐隐显化 正是以诸生于混沌中的翠璃清廉 道法印记 这是正道大地的标志 怎么可能 书院宗主洞察天机 通晓古今 从丰都那里更是知晓无数隐秘 可他怎么也无法想象 会看到如此震撼的一幕 苏子墨刚刚只是递进小城 而此刻 他竟然一步登天 显化出道法印记 递进小城和大地之间 整整相差了一个大境界 梦境 书院宗主低贺一声 这一定是梦境 我的错觉 即便他亲眼目睹 也无法相信这一幕 不光是书院宗主 就连苏子墨自己 多大感震惊 但很快 他便想明白其中缘由 迭越与他交流道法之时 曾描述过正道大地的过程 大道无形 看不到摸不着 最难三物 一旦明白自己的道 感知道他 感受道道的意志 体会大道意境 便可尝试在自己的一方世界中 凝聚出属于自己的道法印记 也就是说 只要踏入地境 修炼出属于自己的一方世界 便可以尝试去凝聚道印 但古往今来 从未有人成功过 一来 地境与大地之间 相差一个大境界 没有境界的累积 岁月的沉淀 对道法很难有深层次的感悟 也就无法凝聚出道法印记 二来 自己的一方世界承受不住 道法印记 意味着已经触及到更高层次的力量 这便是道 就算真有天赋一柄的妖孽 凝聚出道法印记 自己的小城世界 也无法承受 会立即崩溃 甚至还会牵连几身 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 普通帝君才无法挣到大帝 而苏子墨的情况 则极为特殊 他刚刚踏入地境 便与地狱之主 书院宗主大战 对于自己的道 根本没有时间去感知三物 正常来说 他根本无法凝聚出一方道印 但在他踏入真一镜 毕竟之时 都曾涌现出一段段古老的记忆 属于他的道法印记 就蕴藏在这些破碎的记忆片段里 他之所以能凝聚出道法印记 有一部分 正是源自于造化清廉的传承记忆 还有另一部分重要的原因 便是那九条灯天路上 古往今来 促个纪元无尽生灵的意志和信仰 这些信仰 代表着中千世界 正是这无穷无尽的信仰之力 帮助苏子墨完善凝聚出自己的道法印记 与其说 是苏子墨正道中千 道不如说 是中千世界选择了苏子墨 而苏子墨的一方世界 虽然只是小城 却是由五座动天演化而来 甚至可以镇压大圆满世界 正因为如此 混沌世界才承受得住 它的道法印记 才可以显化出来 整个过程 可谓是阴差阳错 造化使然 没有苏苑宗主的背离众生 没有苏子墨的拼死守护 没有造化清廉的传承记忆 没有从古至今的这些伐天修士 没有万族众生的觉醒抗争 这中间哪怕少了任何一个环节 都无法成就此刻的荒芜大帝 初院宗主也是聪明绝顶之人 短暂的震惊之后 便渐渐想明白其中缘由 他最为依仗的力量 已经在苏子墨的手中 双方之间 力量调转 初院宗主意识到 大局已定 难以挽回 想要转身逃离 飞升大千世界 但苏子墨背负混沌道印 已经挡在他的身前 截断他的飞升之路 凝聚着混沌道印的一方世界镇压下去 轰 一声巨响 只是一击 书院宗主的身形变蝶飞出去 喷涌出大片血雾 苏子墨停止斗战古今的秘法 按照魔主所言 正常的大地寿元 可达一亿年 虽然他已正道大地 但受到天地规则限制 他的寿元 并没有任何增长迹象 从《如梦令》中出来 他的阳寿 就只剩下五百万年 大战至今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 只剩下十几万年 如今的苏子墨 白发苍苍 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 耻末老者 只不过 眼眸依旧清澈 身躯依旧挺拔 他已经不需要再释放什么 斗战古今 他已正道中千 虽然同为大地 但在中千世界中 书院宗主根本敌不过他 在刚刚的酒精道印下 书院宗主的乾坤道印 就有溃散的迹象 如今 被苏子墨的混沌道印 镇压下去 这个乾坤道印已经彻底崩溃 书院宗主口吐鲜血 脸色苍白 极为狼狈地站起身来 身后的一方世界 也是摇摇欲坠 他输了 呵呵呵呵 书院宗主逼着头 神经兮兮地笑了起来 笑声越来越大 苏子墨 我没有败给你 书院宗主猛的抬头 指着登天路上的伐天修士 咬牙道 若非有人帮你 若非这些人的出现 你根本都不过我 苏子墨沉默不语 只是静静地看着书院宗主 若非有邪地的如梦令 若非有如梦令中的八位谷之大帝 醋葛纪元的伐天修士 这一战他确实赢不了 你说的不错 苏子墨道 你败给的不是我 而是你自己 若非你自己走上这条路 背弃众生 我根本赢不了你 书院宗主闻言 内心仿佛遭到一级重创 身形微微摇晃 这句话 如同一柄利剑 直辞书院宗主的道心 书院宗主选择这条冷血无情 斩断七情六欲的大道 可最终却被这条大道所累 什么天地共主 至尊无上 什么唯一天地 到头来 都成了一场空 从一开始 他就错了 他辛苦半生 机关算尽 穷尽所有 竟然从起初就错了 哈哈哈哈哈哈 书院宗主疯癫一般的大笑着 口中反复喃喃道 我输给了我自己 我输给了我自己 道印溃散 一场大败 辛苦图谋 最终化为梦幻泡影 再加上飞声无望 这一连串的打击 又被苏子墨一语道婆关键 书院宗主的道心 已有崩溃迹象 全老看着这一幕 神色复杂 叹息一声 好像冥冥中早有注定 当年 书院宗主从道心梯地 十阶跌落下来的一刻 似乎就预示着今日的结局 他的道心 终究没能卖过这一阶 第3236章不朽封碑 大战至此 两人之间的胜负 已经没有什么悬念 战斗上 到心上 书院宗主已经是一败涂地 苏子墨看着穷途末路的书院宗主 神色平静 心中没有半点怜悯 这场阀天之战中 许多人都因为书院宗主的野心而陨落 若非如梦令中 众位古之大帝扛着战骑 降临在中千世界 扭转局势 中千世界将陷入无边的黑暗 苏子墨再度出手 书院宗主明知必死 也没有束手就擒 而是选择最后一搏 书院宗主已经没有什么底牌 这场大战 并未持续太久 便有了结果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 书院宗主被苏子墨的青莲剑 洞穿头颅 刺破世海 原神破碎 生死盗销 所谓的天地纪元 如同化过夜空的流星 转瞬而逝 书院宗主机关算尽 以天地为局 众生为奇 妄想控制一切 但人力中有穷尽时 还是有一颗棋子 跳出了棋局 幽冥大圣在苏子墨的混沌 到硬镇压下 也支撑不住 彻底崩溃 中千世界的已重现光明 随着书院宗主的陨落 也意味着伐天之战的落幕 结束了 从如梦令中 走出来的那些魂魄 也已渐渐消散 顿入轮回 随着那一面面 占起了消失 天地间 又重新归于平静 不知何时 星空中响起一道道哭声 传遍三千界 这哭声中 有罚天之战后的喜悦 也有离别的伤悲 万族众生亲眼看到那些古之大帝 曾经罚天的仙贤们 一个个倒在登天路上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灵龙先帝又经历一次与灵战的生离死别 面对这些人的离去 就连正道大帝的苏子墨 也无能为力 当年的邪帝 沉默能帮助蝶月在大千世界重生 也是因为当时三界壁垒破碎 他的境界突破限制 达到另一个层次 若非如此 蝶月也会如同灵战等人一样 被邪帝送进如梦令中 苏子墨望着那些伐天修士的魂魄 一个个的散去 他感到胸中发闷 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零玄机来到苏子墨的身边 轻声道 这些人 不该只存在于文字中 人们的记忆里 苏子墨望着九天中大篇的废墟 身形一动 已经站在天庭之上 在他的神势操控下 只见九天的废墟之上 九座巨大的封碑轰隆声中拔地而起 矗立在天庭之上 上面分别书写着九天 九幽 斗战 罗天 光明 黑暗 星辰 无限 血碟 曾经的战骑虽然消失 但这九座封碑 将承载一个个光辉璀璨的文明 记录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铸就不朽 从今以后 没有九天 在中千世界与大千世界之间 便只剩下这九座不朽封碑 屹立不倒 每一个飞升大千世界的生灵 都会途径此地 看到这九座封碑 立足平调 自会追忆那过往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 那些一往无前的人们 众多强者来到苏子墨的身边 望着矗立在天庭上的九座封碑 神色唏嘘 感慨万千 此刻众人都有种结后余生之感 总算结束了 铁罐老者轻叹一声 经此一战 幽冥大战破碎 飞升大千世界的通道 重新被打开 只要踏入地境 便可以选择飞升大千 罚天之战结束 但中千世界还存在两个隐患 苏子墨微微摇头 目光一横 那在天界裂开的那道地狱深渊中 神色冰朗 在他正道大地的一刻 那群地狱生灵似乎察觉到什么 便纷纷退出战斗 逃回地狱界 不论是封都 还是地狱之主 都有着近乎不死不灭的力量 这两人仍是中千世界的一个巨大隐患 这次罚天之战的开端 就是两人挑起 苏子墨身形一动 下一刻来到地狱深渊上空 几乎没有犹豫 挥手一剑 没入地狱深渊 渐气森森 不知洞穿多少重空间 直达地狱 嗯 落空了 苏子墨似有所觉 身形闪烁 坠入地狱深渊之中 穿过曾经的阿比地狱 降临在地狱界中 准确来说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地狱界 周围一片昏暗 显得空荡荡 没有空间 也没有时间 地狱界的一切 包括所有的地狱生灵 也都消失不见 苏子墨散开神世 不断蔓延探查 没过多久 他沿着一个方向 急驰而去 又过了片刻 他看到一条环绕流淌的神秘河流 正是明河 以苏子墨如今的神世 散发出来 已经可以将整条明河笼罩进去 只有明河中心的那片血海 他的神世无法探查 让他的神世探查一番之后才发现 原本明河连接的地狱道 鬼道 畜生道 阿修罗道 都已经消失不见 苏子墨沉吟不语 魔主 邪弟 梵天鬼母三人选择了飞升大千世界 将各自的一方世界带走 而地狱界的消失 就意味着 地狱之主陨落之后 并未选择在中千世界重生 地狱之主应该意识到 苏子墨正到中千之后 在中千世界 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他甚至还有可能 再度被苏子墨囚禁镇压 永无天日 正因为有国被囚禁在阿比大地狱中那段 痛不欲生的经历 地狱之主才做出这个选择 地狱之主离开 意味着中千世界的隐患也少了一个 不过 英曹地府仍在 天庭早已破碎 魔主邪弟 梵天鬼母 包括地狱之主都已经离去 飞升大千 但丰都仍没走 苏子墨站在明河边缘 沉吟不语 不光是丰都与魔主 邪弟等人不同 就连英曹地府 给他的感觉 也与地狱界 鬼界有着一些差别 难以言喻 苏子墨脚步一动 朝着英曹地府行去 丰都应该还活着 两千年前 丰都被武道本尊打死之后 武道本尊曾尝试在 英曹地府中寻找丰都的踪迹 没有发现 当时 罚天在即 大敌当前 武道本尊没有太多时间去探查搜寻 而这一次 罚天之战落幕 中千世界的危机已经解除 苏子墨有足够的时间 来探查一下英曹地府的秘密 第3237章镇守地府 英曹地府 罚天之战后 大量魂魄断入此地 按照过往的流程 都要过鬼门关 走黄泉路 一路上 免不了被小鬼刁难 只不过 封都被杀 罚天之战的景象 也传到地府之中 别说是众多地府小鬼 即便是五方鬼帝 六大天公之主 都不敢为难这些罚天修士的魂魄 苏子墨降临地府之后 将黄泉路狂的彼岸花 分发给众多罚天修士 彼岸花能保住前世记忆 但若顿入六道轮回 变数太大 最终会是怎样 也难说得紧 毕竟他没有携帝的手段 送走这些罚天修士的魂魄 苏子墨并未离开地府 而是静坐在暴毒山上 神是覆盖在整座地府之中 耐心搜查寻找封都的踪迹 在他的神是笼罩下 地府众生静若寒蝉 全部归缩起来 罚天之战后 苏子墨便可以飞升 但他担心封都卷土重来 中千世界再度陷入黑暗 便始终坐镇在地府中 这一座便是万年 万年之后 苏子墨看上去更加苍老了些 但双眼中掠过的神光 却越发射人 整整万年时间 他将殷曹地府搜寻猝变 没有错过任何角落 殷曹地府在他眼中 几乎没有什么隐秘 但他仍是没有发现封都的踪迹 仿佛万年前将封都震杀之后 这位地府之主就已经魂飞魄散 彻底陨落 可苏子墨心中清楚 封都肯定没死 只是因为他坐镇在地府中 才不敢现身 至于封都究竟隐藏在哪里 他不得而知 有关殷曹地府 还有另一个疑惑之处 按理来说 进入殷曹地府的魂魄 应该都有记录 苏子墨曾找来杨云鬼帝询问 据他所言 地府中确实有这样一部名册 只不过 只有封都才有资格阅览 这部名册在哪里 生的什么样子 地府众生都一概不知 但苏子墨阅览阴曹地府所有的古籍 都没有这样一处记录 魂魄前生今世的名册 原本 他还想在阴曹地府中 寻找大哥苏弘 姚学等人的魂魄踪迹 如今只能放弃 这一日 苏子墨似有所觉 身形闪烁了下 万年来第一次离开 英曹地府 在他离去之后 地府众生才得已放松下来 纷纷露面 望着暴都山的方向 一个个心有余悸 天荒界 铁罐老者 封残天 夜叉巨王等一众帝军强者 准备在这一日飞升 众多界面强者齐聚天荒界 苏子墨也从地府中赶回来送行 万年来 风残天已经踏入地境 虽然只是地境小城 但也可以选择飞升大千世界 众位强者欢聚一堂 杯酒言欢 追溯过往 无不感慨万千 玲珑先帝虽已修炼到地境圆满 却没打算飞升 而是继续留在天荒界 众人心知 他是想在中千世界等待着灵战转世归来 哪怕希望渺茫 转世重生 变数太大 不确定性也极大 可能重生在任何界面 重生为任何种族 小千世界亿万 中千世界也有三千之促 这般苦苦等待 可比之大海捞针还要难上无数倍 子墨 你准备什么时候飞升 期间 铁罐老者问道 不急 再等等 苏子墨并未严明具体期限 他确实想要尽快飞升大千世界 寻找跌跌下落 但却实在放心不下这边的故人 而且 他虽然已经凝聚出道印 但仍要继续修炼壮大一方世界 在中千世界 以他的手段 也能获得足够的原石 保证修为精进 如今 一方世界早已圆满 经历过再历天庭之劫 众人都知道苏子墨此举的用意 但还是有一些人心中担忧 师尊 你的寿元 北明雪轻声问道 受到天地规则限制 苏子墨虽然已正道大帝 但他的寿元仍没有增长 罚天之战后 持续释放斗战古今 寿元只剩下十几万年 如今的苏子墨 白发苍苍 还有几缕白须垂在胸前 看上去比玄老还要苍老几分 只是 他目光如炬 眼神射人 穿着宽大轻袍 虚发皆白 飘飘忽一世独立 不染凡尘 另有一番细度 不碍事 苏子墨唯唯一笑 他的寿元 只是碍于天地规则所限 只要他飞升大千世界 阳寿自然会长到一亿年 他要等一个可以放心离开的机会 万年岁月 北明雪 猴子 叶玲等众人 也都修炼到洞天圆满 护士准地 众人闲谈间 苏子墨还提起叶玲当年的一件事 叶玲曾被困在邪魔战场中 却不知为何 后来成为粗格纪元以来第一个离开邪魔战场的生灵 据叶玲所言 就在他的血脉出现反祖迹象不久后 他被奉天界释放 当时似乎有天庭中人 具体原因 他也不清楚 或许与他的血脉有关 众位天庭之主早已飞升 这件事自然也无从追问 铁罐老者等人飞升之后 苏子墨在中千世界中四处游历 寻找风都踪迹 陶妖柳平两人长半左右 于是 各大界面中 偶尔会有人看到一位虚法揭白的青袍老者 叫踏龟蛇 在星空中徐行 身后跟着两位道童 一手挽着浮沉 一手握着如意 那位白发老者便是咱们这一世的荒芜大帝 他身后那两个道童 也是来历不凡 被称作陶柳二仙 那是自然 有些界面纷争 还是陶柳二仙出面化解的呢 我听说 荒芜大帝还有十二尊神威灵灵的天神护佑 只可惜 这次没能看到 有关荒芜大帝的传说 在三千界各地流传 甚至有些流传至一万小千世界里 几经流转 演变成诸多神话 在一些小千世界的红尘中 还有凡人为其塑像 供奉拜祭 承受香火 万年来 苏子墨虽然没在中千世界行走 但天荒界俨然已经成为三千界的第一势力 不光有陶柳二仙 还有情消双魔 甚至还有人称谕罗刹 念其二女为鬼使神差 不论鬼使 还是神差 所到之处 各大界面都不敢怠慢 而苏子墨在三千界游历一番之后 再度回到暴毒山 镇守地府 万鬼皆碧 中千太平 转眼间 五万年已是 第3238章星火相传 罚天大战后 天地元气充斥三千界 万族众生修养生习 繁衍壮大 日新月异 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 中千世界各地 虽然仍免不了上演众多争斗冲突 可有天荒界镇守 各大界面之间再没发生战争 迎来一个太平盛世 五万年来 苏子墨先少露面 大多时间 都只是枯坐暴毒山 镇着地府 只是有故人飞升大千世界 他才会现身送别 五万年间 又有一些故人陆许飞升 猴子 叶玲 老虎青青 小狐狸 黄金狮子 几兄弟 只有猴子和叶玲 踏入地境 两人的血脉 毕竟不凡 苏子墨后来曾探查过两人的血脉 即便面对他的清廉血脉 两者的血脉 仍能爆发出一股反抗争锋之力 青青 老虎 小狐狸 黄金狮子四人也不有机缘 但渐渐的 还是拉开一些差距 而在猴子 叶玲 踏入地境后 竟从大千世界上 传来一股强大的牵引之力 将两人强行拽向大千世界 苏子墨从地府赶回来 也只是见到两人的背影 他并未出手阻拦 一来 这种力量 他阻挡不住 二来 这种现象 他在地府的古籍中 曾看到过一些记载 按照那部古籍所言 在大千世界发生的那次动荡前 任何踏入地境的生灵 都会感应到大千世界的召唤 自行飞升 不会在中千世界停留太久 那次动荡之后 三界壁垒破碎 才影响到这种天地规则的运转 而猴子叶玲两人身上出现这一幕 有可能源自于两人的血脉 应该不是坏事 齐心均鱼等一些故人 也纷纷飞升而去 除了他们之外 却还有一些人踏入地境后 一直留在中千世界 似乎没有飞升的打算 天荒界 乾坤书院 一位青衣女子 来到一座山水环绕的洞府前 轻轻叩门 道 莫青未美 是我 轻衣女子只是素衣淡妆 却自有一股賢雅高贵之气 远胜万千粉黛 正是书仙云竹 云竹知道莫青作画 会心无旁骛 纵然有人来到洞府外 也未必会察觉 才会叩门出声 洞府中 听到外面传来的声音 原本沉浸在身前画作中的莫青 手中画笔突然一颤 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脸颊微微泛红 连忙将洞府中的十几张画卷收了起来 略作镇定 脸色恢复如常之后 莫青才起身 将云竹迎了进来 莫青妹妹在做什么 让我等了这么久 云竹妙目望着莫青 嘴角之间 似笑非笑 所谓的苦等 当然只是夸大 这句话原本也只是打趣 莫青却好似做什么坏事被人撞见 避开云竹目光 未来的极多想 便答道 再做话 话呢 不给我瞧瞧吗 云竹环顾一览无疑的洞府 眼中泛起吟吟笑意 莫青自知心是瞒不过云竹 便倾衡一声 似是负其般说道 那话太丑 不看也罢 也不知是在说话 还是话中人 云竹玩耳 两女在洞府中闲谈起来 也只有面对云竹 莫青的话 才会说的多一些 脸上多些笑容 只是 两人的谈话中 似乎总在有意无意的避开神嘛 临别之际 云竹问道 妹妹早已踏入地境 不打算飞升大千世界吗 嗯 莫青轻轻应了一声 垂手道 姐姐知道我的 能在中千世界有一处所在 远离纷争喧嚣 静下来做话便足够了 大千世界于我而言 倒也没什么 云竹唯唯一笑 这当然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姐姐也已踏入地境 为何没有飞升 莫青抬头问道 云竹道 或许 在中千世界有让我留恋不舍的人吧 莫青心神一颤 问道 谁啊 云竹眨眨眼 笑道 当然是妹妹你 莫青被自知又被云竹取笑捉弄 也不恼 只是轻轻瞪他一眼 就在此时 三千界中 突然迸发出一道极为伶俐的剑气 冲销而去 撕裂长空 就连身处天荒界的云竹 莫青两人 都有所察觉 云竹道 能发出如此强大的剑意 恐怕也只有剑界之主被鸣雪了 看样子 他已经修炼到地境大圆满 莫青道 像我们这般 不想飞升大千世界的环有其他人 苏师弟的这位大弟子 到现在都没有飞升 云竹叹道 他没有飞升 或许是因为他清楚 自己的身上 承担着苏兄的期待 嗯 莫青有些不解 云竹眼眸中飘过一缕伤感 并未解释 只是喃喃道 他要走了 北明雪修炼到地境圆满 见其回荡在天地间 剑意宁而不散 三千界的万族众生 都有所察觉 这样的动静 便是正道大帝 也不过如此 阴曹地府 暴毒山巅 一个白发苍苍 枯作如实的青袍老者 看上去好像已经作画 毫无生机 但就在北明雪那道 建议冲销的一刻 这位青袍老者突然睁开双眼 眼眸中绽放出来的光芒 几乎可以蔓延到地府的每个角落 众鬼纷纷避让 不敢与之对视 随着双眼的睁开 那位青袍老者的体内 磅驳浩瀚的生机 也随之苏醒 迸发出来 青袍老者缓缓起身 青袍道 是时候离开了 罚天之战后 苏子墨受援所剩无多 之所以选择镇守在地府六万年 就是担心丰都在他离开之后 再度卷土重来 或乱苍生 六万年来 有他镇守地府 丰都好似凭空消失 从未出现过 苏子墨在等待一个时机 当中千世界诞生一位 可以镇压丰都的强者 他便可以放心离去 这些年来 也有人成就地境大圆满 但战力上 仍是无法与丰都匹敌 直到北明雪修炼到地境圆满的一刻 苏子墨便知道 自己可以放心离去了 从今以后 中千世界将交由北明雪来守护 就算丰都卷土重来 也绝对抵挡不住北明雪的常见 苏子墨心念一动 下一刻 已经来到剑界上空 赤尊 北明雪看到苏子墨 唯唯公身 两人从未就此事交流过 但北明雪却知道苏子墨心中所想所愿 所以一直留在中千世界 没有离开 所谓星火相传 传承的不只是一些道法神通 更是一种精神 一份责任 第3239章夜火红莲 这柄剑给你 苏子墨的手掌中 突然浮现出一柄三尺长剑 剑身晦暗 上面刻着北明二字 不见锋芒 像是一柄尘封许久的古剑 这柄剑看上却平平无奇 可北明雪的五魂为剑 刚刚看到这柄古剑的一刻 就意识到这柄剑的不凡 这柄古剑并非没有锋芒 而是它的锋芒 都已经收敛隐藏在天地间 何光同尘 犹如北明之海 深不可测 当这柄古剑出现的一刻 北明雪的剑魂都感受到一丝兴奋 微微颤抖 发出一阵阵剑鸣 苏子墨道 这柄剑 是将书院宗主的不仁剑 两一浮沉和三才玉如意熔炼后 重新铸造而成 这三件都是大地神兵 能将大地神兵熔炼 甚至重新铸造 只有掌控九种至强火焰的五道本尊 有能力做到 在苏子墨正道大地的时候 他与五道本尊便已经重新建立起联系 只不过 五道本尊被大千世界的某种力量锁定 曾尝试猝刺 始终都无法离开幽冥血海的范围 只要他尝试离开 那种强大的危机感便会在心头浮现 他只能放弃 对于废墟中的那个黑袍人 来历身份修为 种种的一切都是未知 自从上次与五道本尊交谈过之后 六万年来 黑袍人没有与五道本尊说过半句话 即便五道本尊促此询问 黑袍人也好像聋了一般 恍若未闻 黑袍人曾亲口承认过 就连他都无法摆脱来自大千世界的追杀 只能被迫困在幽冥血海中 也就是说 在幽冥血海外 苏子墨不论做什么 黑袍人都无法干预 但若是踏入幽冥血海 就有可能会身不由己 五道本尊被困在幽冥血海中 难以脱身 苏子墨不想这句清廉真身也深陷其中 所以这些年来 苏子墨出于谨慎 并未踏足幽冥血海的范围之内 两大真身 也只是隔着血海边缘 碰过两次面 苏子墨将不仁剑 两一浮尘和三才玉如意交给五道本尊 让他练话重注 随后 五道本尊来到幽冥血海的边缘 又将北冥剑交还给苏子墨 北冥血借过这柄古剑 几乎是刹那间 剑魂便已与这柄古剑建立起联系 产生共鸣 翁 剑身轻颤 北冥剑依旧不露锋芒 但剑亦已经融入周天星河 只要北冥血神念一动 便会有无境剑亦显化 绞杀一切 不仁剑 以长生剑为主 铸造而成 原本就是大地神兵 而这柄北冥剑 经由五道本尊的九道神火炼化重注之后 变得更加强大 只是 北冥血借过长剑之后 却没有多少喜悦 他只是微微垂手 望着手中的长剑 莫不作声 隐藏着眼眸深处的不舍 他知道 苏子墨要离开了 两人此别 不知何时方能再见 虽然北冥血身为剑界之主 修炼道地尽圆满 但在苏子墨面前 他似乎永远都是北冥镇那的丹田破碎 初恋武道的少女 只要有苏子墨在 他便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稳 世尊 北冥血沉默许久 轻咬嘴唇 抬起头来换了一声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他只看到苏子墨的一道模糊的背影 下一刻已消失不见 苏子墨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明河之上 离开之前 他还要带走一件宝物 或许 这件宝物本就属于他 武道本尊曾在幽冥血海中 看到过一团火光 这些年来 武道本尊曾去这团火光周围探查过 也终于看清其真容 在那团火光中 赫然漂浮着一株红色帘台 十二圈花瓣绽放 如同熊熊火焰 竟然也是十二品 准确来说 这不是一座帘台 而是一株已经成长到巅峰的十二品红帘 而且 就在武道本尊看到这株红帘的刹那 苏子墨的脑海中 便回想起踏入地境之后 记忆片段中闪现出来的四道光滑 其中一道青色光滑 便是如今的造化青帘 而另一道红色光滑 应该便是眼前这株 夜火红帘 当初 武道本尊降临地狱 释放出夜火的时候 夜火的威力也有所提升 应该就是这株夜火红帘的缘故 更令他感到惊奇的是 这株夜火红帘乃是十二品 要知道 他的造化青帘 成长到十二品巅峰 不知经历过多少磨难 而这株夜火红帘 落在幽冥雪海中 非但没死 还已经成长到了巅峰 苏子墨不清楚 这株夜火红帘的成长 与雪海深处那的黑袍人 有多大关系 而且 这株夜火红帘生长在幽冥雪海中 毕竟算是那个黑袍人的地盘 所以 六万年来 苏子墨一直没去碰这株夜火红帘 只是让武道本尊在旁边修炼 让红帘夜火的威力再进一步 如今 即将飞升 对于大千世界的一切 都是未知 苏子墨准备尝试摘走这株夜火红帘 他不想再经历一次 从天荒大陆飞升时的遭遇 他要尽可能的做好一切准备 若是能得到这株夜火红帘 必定会对他有着极为明显的提升 苏子墨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摘走这株夜火红帘 可能会激怒黑袍人 甚至可能会牵连武道本尊 即便如此 苏子墨仍要冒险一事 这株夜火红帘与造化青帘之间 明显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得到这株夜火红帘 不但实力会有所提升 或许还能补充一些那些破碎的传承记忆 两大真身心意相通 武道本尊起身 离开废墟 朝着幽冥血海中急驰而去 看似漫无目的地随意乱逛 实则慢慢朝着夜火红帘靠近 这些年来 为了离开此地 武道本尊在幽冥血海中四处走动 寻找可能离开的出路 武道本尊此时的离开 并不算突兀 苏子墨也朝着幽冥血海前行 只要武道本尊将夜火红帘拿到 抛出幽冥血海的范围 就算黑袍人察觉到 也无能为力 最多便是迁怒于武道本尊 要离开了嘛 武道本尊正在幽冥血海中乱逛的时候 时隔多年 黑袍人再度开口 沙哑的声音缓缓传来 武道本尊愣了一下 没等他反应过来 黑袍人又道 要沾那红帘就麻利点 在那磨蹭什么 苏子墨的这点心思 根本没有瞒过对方 第3240章道之三境 黑袍人不但猜出苏子墨的心思 而且听他的语气 似乎对于苏子墨摘走夜火红帘 并不在意 即便如此 苏子墨仍是没有踏足幽冥血海的范围 只是让武道本尊将夜火红帘摘下 送了出来 借过夜火红帘的一刻 苏子墨明显能感受到 造化清莲与夜火红帘之间隶属同源 虽然两株莲花 孕育着截然不同的力量 但造化清莲和夜火红帘之间 却互不排斥 而且极为清静 不必苏子墨有意去控制 夜火红帘便尝试着融入他的体内 幽冥血海外 苏子墨盘息坐在夜火红帘上 熊熊火光瞬间蔓延 席卷全身 将他紧紧包裹在其中 一道道火光顺着他的毛孔涌入体内 他的血脉之中 涌现出另一种力量 炙热狂暴 粉灭一切 夜火焚烧因果 锻造肉身 淬炼血脉 夜火红帘的根叶花瓣 逐渐枯微凋零 而苏子墨的白皙的皮肤表面 则浮现出一道道 妖异七美的红帘纹路 越发清晰 体内的力量 也在不断积蓄 苏子墨吸收夜火红帘 肉身血脉的已再一次的脱胎换骨 这是成熟的12品夜火红帘 对苏子墨的提升难以想象 他明显能感受到 若非身处中千世界 受到天地规则的压制 他的境界早就可以突破 难得黑袍人主动开口说话 武道本尊见清莲真身正在幽明穴海外修炼 便转身回到那片废墟中 试探着问道 前辈似乎知道这株夜火红帘的来历 黑袍人应该也是来自大千世界 若是能在飞升之前 对大千世界有一些了解 对苏子墨来说 也能有个心理准备 天地未分前 没有三千世界 没有阴阳时空 没有任何生命物质 世界是一团混沌 也不知过了多久 这团混沌之中 孕育出一个生命 便是混沌清莲 黑袍人的声音沙哑 唯唯道来 恍惚间 武道本尊仿佛被他的声音 卷入岁月长河中 逆流而上 回到最原始古老的时期 只不过 后来大千世界发生一次巨大的动荡 导致混沌清莲破碎 化为四颗莲子 洒落各地 武道本尊不禁想到清莲真身传承记忆中 那四道青 红 金 黑的四道光滑 有关造化清莲 有着诸多传说 号称天地唯一 他没想到 造化清莲的来头竟然这么大 怪不得在四大上受的血脉 都无法压制住造化清莲 黑袍人继续说道 其中 造化清莲蜡在小千世界 几经辗转 被你所得 夜火红莲蜡在这片幽冥雪海中 成长到十二品 至于剩下的两株 功德精莲和蔑视黑莲 应该还在大千世界 具体在哪我不知道 功德精莲 蔑视黑莲 这两株莲花 正对应着清莲真身传承记忆中的精 非两种光滑 黑袍人道 你飞升大千世界之后 若能找到剩下两株莲花 融合炼化 便有望修炼出混沌道体 对你修行帮助极大 思考片刻 五道本尊又问道 大地之上的境界是什么 大地 只是九天封锁飞升之路 中千世界诞生的一个特殊称呼 黑袍人道 所谓大地 在大千世界对应的境界 名为宁道境 封号尊者 踏入这个境界 便已经触及到的层次 所以有入道为尊的说法 宁道境 五道本尊清南一生 黑袍人道 宁道境共有三重变化 世界变 血肉变 元神变 每一次蜕变 战力都会大幅提升 五道本尊暗暗点头 清莲真身在凝聚出道印之后 演化出的一方世界 确实会发生蜕变 但之后的血肉变和元神变 他却没有体会过 也就是说 在中千世界的天地规则限制之下 所能达到的境界上限 最多便是宁道境的世界变 黑袍人道 宁道之后 便是物道境 封号天尊 物道境之上 唯欲道境 封号道尊 这三大境界 称为道之三境 武道本尊突然问道 梵天鬼母的境界 是天尊还是道尊 他 黑袍人黑黑笑了一声 道 道尊之上 便是他所在的境界 圣境 所谓和道成圣 寿缘无尽 可达永生 武道本尊 眯了眯眼 默默消化着黑袍人的这段信息 他早就预感到 魔主邪地等人的境界 应该远在大地之上 却没想到 差距如此之大 如此说来 飞升大千世界 想要找梵天鬼母报仇 还要从长计议 修炼至今 他才第一次触碰到永生之秘 武道本尊沉默少许 问道 想要离开这片幽冥血海 摆脱大千世界的锁定 需要修炼到什么境界 道尊 圣静 嘿嘿嘿嘿 黑袍人又笑了起来 像是夜宵提名 他并未回答五道本尊的问题 而是指着周围这片幽冥血海 问道 你知道 这片血海是怎么形成的 为何一万年不哭 五道本尊摇摇头 幽冥血海中 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力量 当初 只是一滴血液 便化解那道天罚大半的力量 在这片幽冥血海中 也能躲避大千世界的杀鸡 黑袍人悠悠地说道 这片幽冥血海中的每一滴 都是圣人之血 斯 五道本尊心神一阵 看了一眼脚下的废墟 下意识地问道 这片废墟中的尸骨 都是圣人尸骸 黑袍人声音平静 五道本尊深吸一口气 心神动荡 久久不能平复 传说中受圆无尽 永生不死的圣人 都埋葬在这里 发生了什么事 会导致圣人之死 陨落多少圣人 流淌出多少鲜血 才会形成眼前这片 一万年不哭 一望无际的血海 谁又能杀死圣人 五道本尊的脑海中 瞬间涌现出无数疑惑 圣人受圆无尽 号称永生 怎会陨落 五道本尊仍是难以置信 咒媒问道 毕竟魔主邪帝 梵天鬼母等人数 刺罚天陨落 都能死而复生 永生 并非不死 黑袍人似乎不愿多做解释 只是淡淡回了一句